好,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那我們今天召開用平等的心 把每一個人湧入憲法的懷抱 同性婚姻及同志收養議題的公聽會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出席的人員 首先我們介紹我們在場的委員 鄭麗君委員 那我們再來介紹已經到場的專家學者及機關團體代表 首先我們介紹曾品杰教授 隋杜清主任 黃國中顧問 郭大衛秘書 李燕榮律師 孫立宏律師 呂心潔主任 大規 關小威助理教授 好,那還有幾位可能等一下陸續到達 我們再補充介紹 我們再補充介紹 那下一位我們介紹政府機關的代表 今天與會的政府機關的代表 首先我們介紹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 陳鄭次 法律事務司司長林秀蓮林司長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廳廳廣 怀門月黃廳廳 大法官书记处副处长刘立芬刘副处长 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参议 邓华裕邓参议 内政部护政司专门委员 陈子和陈专门委员 卫生福利部医事司科长 吕念子吕科长 社会及家庭属副组长 简信荣简副组长 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师科长 科金卫科科长 终身教育师专员 林家素专员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师专门委员 黄维琛 财政部护税署专门委员 陈慧琴 陈慧琴专委 我们今天召开这样的一个宫廷会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知道说 同志的议题 同志朋友们一直在希望说 能够有同志的一个结婚的权利 那当然社会上的反对者那也是也一直卯足权力 也在杯葛中 那到底同志呢是不是有结婚的权利 那这样一个权利是不是宪法上的一个权利呢 那这个部分呢非常 争执非常的多 那我们本席呢召开这样的一个宫廷会 那最主要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 那本席呢已经提了这个婚姻 这个婚姻平权 这个同志婚姻的这个法案呢 进入到我们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也就是经过我们的院会赴委 所以呢在2012年12月的时候 我们曾经召开在本委员会呢 曾经召开过第一次的宫廷会 那2013年10月的时候呢 那郑力军委员 还有这个本席及萧美琴委员呢 又在联署了 这个 同志团体的这个版本 那这个把婚姻平权的这个法案呢 也送进了我们的立法院 那经过院会呢也交付我们的委员会 那这个版本呢 既今呢尚未排入我们本委员 副委 但是我们本委员会呢 一直未排入议程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召开这样的一个公厅会呢 也正式呢 把这样的一个法案呢 让社会各界共同来讨论 那首先呢 在这里呢 要向这个关心的朋友们呢 表示抱歉 因为我们的司法法治委员会呢 的位置有限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开放旁厅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有IVOD呢 全程转播 所以呢 让所有关心这个议题 不管您是赞成 或是反对的朋友 您都可以透过IVOD呢 直接看到我们现场 整个一个讨论的情况 那为了让正反双方的意见呢 能够 这个公开透明 而且完整的呈现 所以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呢 正反双方呢 一共有各七位的 专家学者跟民间团体的代表呢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同时我们也把政府单位呢 所有相关的单位的代表呢 也都请过来 让呢 这些民间跟政府 那这个正反的双方的意见呢 都能够公平的呈现 那作为我们立法院呢 在这个审查法案的时候呢 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那至于同志婚姻呢 到底是应该赞成或是反对呢 我想在这里 就是南非大法官 也就是这一次 得到唐奖的南非的大法官呢 奥比萨克斯 他在南非的 这个第一个就是同志婚姻 这个合法法 就是判决同志婚姻 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个大法官呢 他在他的书上 断壁的话朵上呢 提到说 在南非建国 襄林戴雨的内战中 许多袍泽跟着一起 在战壕内出生入死 今天建国的 大家都有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那都有一群人 不能自由地建立其亲密关系 表达其对彼此的爱与感受 强迫他们必须掩饰身份的方式 去假结婚 而让另一群人受到痛苦 这是违反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 因此在南非宪法法院 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判决里面写道 宗教事宜要严肃处理 而且人民的信仰 应该被视为公领域的一部分 并且受到尊重 但是法律也必须承认 男女同性恋配偶 具有不可挑战的 不容置疑的权力 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 以公开的方式庆祝 法律也应该承认 他们的关系 亲密行为 对彼此的爱和感觉 这些都是他们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而国会所要做的 就只剩下决定并规范形式细节 让同性恋们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这是南非大法官 也就是这一次达到我们 这个唐奖法治组的 南非大法官奥比萨克斯 在这个同性婚姻的判决里面 所彰显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探讨的 也就是同治婚姻合法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从宪法的层次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的提纲 包含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国合法的婚姻 仅限于异性夫妻缔结 同性伴侣及其家庭之身份关系 因此未受到民法等相关规范的保障 是否违反宪法第七条平等保障的意志 第二个若认为现行法下 对婚姻限于异性夫妻与宪法无违 就是没有违背的话 那则同性伴侣跟其家庭的身份关系 在法律规范上的缺漏 应该如何修正补足 第三个如果认为现行法下 对婚姻限于异性夫妻系属于违宪 那则应该修正民法或是专法 令定规范保障同性伴侣及其家庭权益 方符合宪法第七条的要求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说 正反双方大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个 宪法的层次共同来讨论 婚姻到底是不是应该 就是同治婚姻呢 是不是应该合法化这样的一个问题 以及它的形式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正反双方的意见能够呈现 那今天我们进行的方式呢 我们请专家学者 跟相关机关代表先发言 那发言的顺序呢 按签到先后的顺序 那如果需要提前发言的人呢 请先告知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本院委员呢 按登记先后呢 来 本院的委员呢 就是如果他到的话 那我们就依照他到的登记的先后呢 来安排发言 那第三个人 我们才请政府机关来代表发言 那每一个人呢 发言时间呢 十分钟 那必要时的时候得延场一分钟 那现在呢 补充介绍 又有这个专家学者到场 那现在介绍的是张首一秘书长 还有陈昭如教授 还有许秀文律师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发言 那我们首先就请今天 签到了第一位 郭大卫郭秘书发言 他是台湾性别教育发展协会的秘书 好 郭大卫秘书请 我们 不会有计时 那请大家确实把握时间 谢谢 好 主席各位委员 在场与会的嘉宾 大家好 我是台湾性别教育发展协会的秘书 郭大卫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 今天除了作为一个相关议题的研究者 更重要的 我是以一个同性恋过来人的身份 我从学生时代起 有十多年的同性恋的经验 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已婚者 我的孩子已经在我太太的肚子里面 三个月 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我的太太 她跟我kiss goodbye 她给了我三个深情的吻 这让我知道今天 她跟我在一起支持着我 能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 我非常庆幸能够取到她 她给我无条件的爱 支持 还有包容 在我们交往之前 她就知道我的过去 我的经历 她的家人 也同样的知道 但仍然给我包容跟支持 我除了要感谢她 我另外要感谢的是 我的父亲 在我大学向她出柜的时候 她非常的温柔 她对我说 她对我的爱永远不改变 她让我感觉到 完全的包容跟接纳 但是 她的立场 是非常中立 中立的 我这边也要感谢 我所成长的文化 背景 还有我们的国家教育 没有教导 我们的父母 当你的孩子 是同志的时候 你应该支持她 应该鼓励她 这是不能改变 并且是天生的 如果我爸爸 他今天 他心中 有这样的想法 他同样的包容 同样的爱我 但是他把我 往另外一个方向 推过去 他跟我说 他支持我 继续成为一个同志 那么我想 我今天不知道会 走上 什么样的道路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透过立法 除了保障人权之外 却也表现出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表现出我们国家的道德 价值观 信念系统 而当我们透过婚姻法的修正 让同性性行为 可以在婚姻这个条件下 合情 合理 合法 甚至合乎道德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 下一代的教育 是不是需要向这一整个 同性性行为的文化 敞开一个更大的门 因为同性性行为 因为同性婚姻而有 同合法的可能性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整个社会 还有文化 风气变成 同性性行为没有关系 合情合理 是可以支持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要请问 我们有没有去检视 同性性行为的风险 在国外的文献上面 我们会发现到 同性性行为者 在生理 心理 健康 都比异性恋的族群 承受高达数倍的风险 以美国学者King 所做的整合分析 在2008年 我以下所引用的资料 都在给今天 给余慧来宾的参考资料当中 是中间第 121页 以下有120页 的英文资料 这是整合了 回顾600多篇论文的 回顾性研究 非常的有参考价值 美国学者King 等人在2008年 做的整合分析 他们从 13706份的 同性恋研究当中 挑出了28篇 研究方法最好 最精准的论文 总和的样本是 214344位 异性恋者 以及 11971位 同性恋者 在这边 我想要请问 我们的政府 我们有没有聘请 专家学者 看过一万多篇的论文 好好为我们的国家政策 拟出正确的方向 我也想要请问 我们政大的李老师 他有没有看过 一万多篇论文 为我们台湾找出 最好的研究结果 还是我们只是 找了几篇 合乎我们立场的研究 用学者的身份 试图影响 国家这么重要的政策 而在这 二十几万的样本中 他们发现 男同性恋者 在生命中其中的 自杀意图 刻意自缠 忧郁症 药物依赖 的比率 是异性恋者的 二到四倍 至于女同性恋者 忧郁症 自杀意图 是异性恋者的 两倍 药物 酒精依赖比率 是异性恋者的 将近四倍 而感染 艾滋病的几率 根据美国CDC 跟WHO的资料显示 在男同性恋族群中 和在异性恋族群中 来相比 寻找单次进行 无保护措施 性行为 感染艾滋病的几率 同性恋族群 是异性恋族群的 五百倍 再以台湾的例子 根据卫福部 在今年九月 就是上个月 HIV月报的统计 从今年到九月 有72.73%的个案 他们的风险因子 是男性同性性行为 同样的数据 在去年是75.13% 前年是69.89% 在台大医院 接受治疗的 艾滋病感染者 接受使用病例回顾的方式 调查277位个案中 也有75.3% 是男同性恋者 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身旁就有两位 同志朋友 罹患艾滋病 这还不包括后来 我们在失去联络之后 产生的案例 我们想要强烈的质问 同性性行为 所衍生出来的健康风险 要由谁来关心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回应 李彦龙律师 曾经在模拟宪法法庭 所提出 整理英语系国家心理学的研究 能够预测 青少年儿童健康 发展调试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点是 未成年子女与家长关系的品质 第二点是 家长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我们想要对第二点提出质疑 因为根据 国外进行的大样本研究 可以发现 许多同性性行为者 无法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 如此一来 如果让他们收养孩子 家人家长和重要他人 也就是他们伴侣之间的关系 这样子的不稳定 是不是反而会影响其所收养的孩子健康 他们总结男女同性恋者 平均情感维持的时间 只有2.5年 另外有研究发现 40岁以上的同性恋者 高达75% 没有经历过维持一年以上的感情 就我自己的状况而言 我曾经有10个性伴侣 7个只有发生肉体关系 没有情感关系 3个有情感关系 但是最长的情感关系是 一个月 相较于我的同性恋恋情 我跟我的太太交往5年 结婚半年 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国家在保护 部分人的权益的时候 也要顾虑到 对我们整体社会风气 所带来的影响 会不会我们下一代的父母 会觉得 他们可以支持 他们的孩子 往同性恋的道路走 但是这些父母 他们有知道 他们的孩子 面对的是多么高的风险 生理 心理 健康的风险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郭大卫 郭秘书 那我们希望说 大家在发言的过程里面 我们尽量避免人身攻击 那尽量就事论事 好 下一位我们请李燕荣律师 她是这个模拟宪法法庭 申请双方诉讼代理人 双方的代理人 申请方的代理人 那同时是同志收养诉讼律师 主席 委员 各位在座来宾 大家好 我是李燕荣律师 同时也是父女性知 基金会的常务董事 那首先 很荣幸接到 有委员的邀请 在这个重要的场合 跟在座的专家学者 针对同性婚姻 与同志收养的议题 进行理性的辩论与沟通 那这个是 这个理性辩论沟通的机会 是我在今年六月 参与许玉秀教授 召集的宪法模拟法庭中 所措施的机会 所以今天很开心 能与大家分享 我参与性别平权与同志运动 特别是同性婚姻 与同志收养议题来的一些心得 那由于今天在座 已经有很多 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老师 所以在此我就不多谈 法律上关于宪法保障平等权 跟其他相关的法律的论述 我的发言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身为律师 为什么我支持同性婚姻 与同志收养 第二个部分则是 身为一个异性恋的女性 为什么我支持同性婚姻 与同志收养 身为一个律师 为什么我支持同志可以结婚 而且同志可以收养小孩呢 首先我是一名从事家事法领域的律师 我经办的案件超过80% 是家事案件 我每天的生活 就是在见证各式各样的 来自不同背景阶级的男男女女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家庭背景 他们的家庭成员间的悲欢离合 在我职业的过程当中 我看过无数破裂的婚姻 许多不适任的父母 以及他们被忽略的 被折磨的 与被操弄的孩子 也许有人会问我说 婚姻看起来 似乎也没有大家所想象的这么美好 那为什么还要让同性伴侣可以结婚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可以参考黄长林教授 在模拟宪法法庭中的鉴定意见 得出一个简单的回答 不让同性伴侣结婚 是违反男女平等的 而平等是身为法律人 所关心的最重要的价值 与权力之一 禁止同性伴侣结婚 会造成男性与男性彼此之间 与女性与女性彼此之间的不平等 一个异性恋男性或女性 他可以选择进入婚姻 享受奠基在婚姻体制上的 所有的好处 然而一个男同志或一个女同志 只因为他爱的是一个男人 或一个女人 他却一点好处都没有办法享有 因此 缔结婚姻的主体 只限于异性恋的伴侣 会使得表面上 男性与女性这两个群体的成员 可以自由地 与另一个群体的成员结婚 但是两个群体的成员内部 却无法与自己群体内的成员结婚 因而导致表面上群体相互比较的结果 群体全符合平等原则 但是个人权力却不平等的现象 那这样子的情形 是我身为一个法律人 所无法接受的 社会上反对同性婚姻的人 无论是基于传统价值 或是宗教信仰 主要的理由之一是认为 婚姻有其不容任意改变的神圣性 但是 一个社会补片接受的体制 可以改变和不可以改变的基础 究竟是什么 传统价值 或宗教信仰的内容 难道从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吗 就事实而言 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传统价值认可的社会体制 是不能改变的话 今天全世界各国 应该还有很多女性没有投票权 因为女人得到投票权 多半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而且很多国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女人才开始有投票权的 如果宗教信仰的内容 是不可以改变的话 那么今天的西方社会 还有很多的国家 会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现任教宗方济各 也不会再被问到 同性恋的议题的时候 表示他没有资格评判别人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 传统价值以及宗教信仰 不足以成为婚姻定义 不能改变的理由 这也说明为什么近年来 许多西方国家 纷纷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 而这些国家 也是有异性恋婚姻体制的传统 而且这些国家 也有因宗教信仰 反对同性婚姻的人 但是这都没有阻挡 国家法律承认同性婚姻的趋势 至于同志收养的部分 收养制度本身 原本就是法律用来克服 突破与超越自然限制 而建立人际关系的手段 至于这个自然的限制 究竟是异性恋的不孕 或是同志的不孕 不应该有差别待遇 我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看到很多缺乏教养 与亲职能力的父母亲 身为异性恋的他们 并不因为他们是异性恋 而使得他们自然而然 就有及格的教养能力 与亲职能力 根据卫福部所做的统计 2012年与2013年 儿童及少年受虐事件的 加害人中 父母的比例就占了 大约70% 2012年与2013年的数据也显示 在2012年 有43.8%的儿童受虐事件的 施虐者本身因素 是缺乏亲职教育知识 2013年 44.2%的儿童受虐事件的 施虐者本身因素 也是缺乏亲职教育知识 2012年 全台湾有199个孩子被遗弃 有746个孩子 是在不被期望下出生的 2013年 全台湾有177个孩子被遗弃 660个孩子 是在不被期望下出生的 这些数据在在地显示 异性恋父母 并不必然因为他们的性倾向 就理所当然了 具备了教养孩子的能力 异性恋能够透过性行为 生养孩子的结果 就是造成了这些许多孩子 在不被期望下的情况出生 这对孩子一生的身心健康 会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想不需要我去跟大家说明 相反的 我在参与同志运动的过程当中 也接触到许多像大龟一样 已经成为父母的同志 他们细心呵护 与照顾孩子的心情 跟身体力行 真的非常令人感动 这些同志父母 正因为他们是同志 无法透过性行为产出孩子 所以他们生小孩 或收养小孩的决定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们深知台湾社会环境 普遍对同志的不友善 因此时时刻刻 注意着孩子的身心发展 希望给孩子一个健康的 充满爱的成长环境 他们经常检视自己 对孩子做得够不够 好不好 而这些特质 在许多异性恋的父母亲身上 是看不到的 因此 我支持同志伴侣可以收养孩子 让许多无法在原生家庭 获得温暖与妥善照顾的孩子 能够在充分准备 与具备良好亲职能力的 双亲照顾下成长 而且请别忘了 台湾的收养 是必须经过法院认可的 既然已经有法院 以孩子的最佳利益 为考量进行把关 我们又何须在进入门槛上 多设一道障碍 自始至终 即将同志伴侣排除在 潜在的收养人之外 接着 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 身为一名异性恋女性 我为什么支持同性婚姻 与支持同志伴侣收养孩子 对我而言 同性婚姻与同志收养的议题 本质上就是一个选择权的议题 今天 异性恋可以选择不结婚 是因为异性恋 拥有结婚的权利 因此不婚的异性恋 很多时候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 然而 同志今天无法选择不结婚 因为他们不结婚的结果 是被逼的 被迫承受的 并不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 那身为一名受过社会学 与社会工作训练的律师 我找不到能够合理解释 同志没有这个选择权的理由 有些人说 同志伴侣不能够结婚 因为社会还没有共识 然而 人权本来就和民意 和社会共识无关 而人权的价值所在 正是在于 它是用来保护少数人 免于受到多数人的伤害的 以多数人反对为理由 禁止居于少数的同志 得以结婚的这个逻辑 就好像我们的社会 以社会上还普遍存在于 歧视原住民这个状况 而反对保障原住民的权益一样 听起来不但荒谬 而且无法说服别人 此外 这么多年来 台湾关于性别平权的 相关立法或修法 比如说民国74年 民法亲属边的修正 废除了妻已夫的住所为住所 废除联合财产制 增定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通过 制定了民事保护令 法开始入家门 这几个重要的立法跟修法 在当年都引起 极大的社会舆论的反弹 然而这几十年来的 法律施行与实务运作 都已经使得当年看起来 很激进 很前卫的法律 如今 已经是一般人 所能够接受 并肯定的社会价值 因此 立法并不需要社会共识 代表进步价值的法律 虽然不见得 与当时普遍存在 社会观念相同 但进步的法律 可以带动进步的社会 台湾几十年来的经验 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还有人说 孩子没有办法选择 出生在同志家庭 这点是对孩子不利的 但是我想访问这些人的是 同样的道理 孩子也不能选择 出生在异性恋的家庭 那为什么这不会成为 异性恋不能够生养孩子的理由呢 因此 这样的论述 其实是预设了 异性恋双亲家庭 优于同志伴侣的双亲家庭 但这个前提预设本身 就存有逻辑上的谬误 我刚刚所举的 卫福部统计的数据 与同志家庭亲身的经验 已经提供反证 在孩子的议题上 应该是以孩子的最佳利益 为出发点 而非预设异性恋 先天就比同志更适合照顾小孩 如此的预设 如果不是歧视 就是恐童 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解释 最后 我要呼吁异性恋朋友 共同关心 与支持同性婚姻 与同志收养议题 也许我们可以将 同性婚姻与同志收养 归类为同志议题的一环 但是同性婚姻与同志收养 不应该只有同志才关心 就像Emma Watson 今年在9月底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一样 她以He for She为口号 邀请全世界的男人 一同来发扬促进女性主义 我在此也要邀请全台湾的异性恋朋友 让我们一起 Straight for Gay Straight for Homosexual 一起为同性婚姻与同志收养合法化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李燕荣律师 那下一位我们请曾品杰教授 他是国立中正大学财经法律系的教授 各位大家好 那针对第一个议题 就是我国合法的婚姻仅限 限于异性夫妻缔结 那同性伴侣跟他的家庭地位 因此未受到民法等相关规范的保障 那这个是不是跟宪法第七条 平等权保护的原则相违背 关于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认为 我国目前的婚姻 固然是限于异性婚姻 但是呢 同性伴侣跟他的一个家庭的身份关系呢 在我国限刑法底下是可以透过民法 1123条第三项 就是关于虽非亲属 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同居一家者 视为家属的规定 所以呢 这个同性伴侣事实上在我国限刑法底下 他是可以取得家属的一个身份关系 而受呢 民法相关规范的保障 那我个人会认为啊 基于异性婚姻与同性结合 他呢 避疫与公共利益程度上的不同 那立法者的分别借由异性婚姻与家属制度 来赋予不同的一个身份地位 那我个人认为这是呢 所谓宪法第七条 我们讲宪法第七条平等权 并不是在讲刑事机械式的平等 而是在讲实质平等 那既然讲实质平等 是可以容许立法者 透过呢 事务本质上的不同 而给予合理的差别待遇 那这个差别待遇的一个基础 主要是基于呢 这个异性婚姻 它具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 所以呢 它有助于这个人口增长 跟民族生命的繁衍延续 它有助于促进国家的永续发展 所以呢 这个异性婚姻制度 如果从国家制度的角度 它其实是具有高度的公共利益 所以国家透过结构上比较呢 严谨稳定的这个婚姻制度呢 赋予一男一女的这个 异性夫妻地结 婚姻的一个身份关系 保障子女在这个两性亲子 家庭结构底下呢 人格成长并受教养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跟公共利益规范的目的达成 具有紧密的合理关联性 那相对的 在同性结合关系里面 因为它欠缺了 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 所以除了法院呢 认可个人单独收养子女的情况之下 原则上 它并不适用父母子女等相关规定 所以在我国立法者 它一个立法者的一个 事先规划里面 它透过民法1123条第三项 对于愿意以永久共同生活 为目的同居一家的同性伴侣 它赋予他这个家属身份 所以它因此它就可以尽到呢 民法上相关规范的保障 我个人认为 这是因应事物本质之不同 并没有违反这个 宪法第七条的这个 平等权的这个事实内涵 那具体而言 在我在第七页断马一里面 我有提到说 这个同性生活体的 这个成员及人性尊严 而享有价值尊严 并不当然意味着 同性生活体 就是同性伴侣成员 及有缔结同性婚姻的权利 那我个人认为 这是呢 两个层次 也就是说呢 我们有呢 基本人权并不代表 我们呢 当然有呢 同性婚姻的一个基本人权 这是两个层次 也就是说呢 言论自由 居修签署自由 这个基本人权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呢 这个婚姻制度 涉及到 一个呢 社会上的一个理解 社会大众的一个呢 普遍接受 所以这个会涉及到 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 所以呢 同性伴侣伴侣 他有基本人权 并不当然导致 当然具有 这个同性婚姻的基本人权 那同性结合制度 在我个人看来 我并不认为是所谓的 先进国家的文明价值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 每一个国家 他在呢 社会文化宗教伦理 以及法律层面 相当复杂的一个价值判断 每一个国家 事实上应该考量 他本身的状况 而为呢 符合其本国利益的政策决定 我个人认为 这个并不适合 过度呢 比赴援引 国外的一些 这个立法力 那当然 目前我国民法 972条以下 关于这个 男女婚约当事人的 这个属性 还有民法 1074条以下 关于夫妻共同收养的 这个规定 的确是局限在 不同生理性别人 之间 才可以定立婚约 才可以结婚 及共同收养 这个子女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 这种将婚姻和共同收养 限于一男一女 夫妻的这个限行法 它是有正当理由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 大法官会议解释 694条 他提到 694号 他提到 宪法第七条 所揭示的平等原则 并非指绝对 机械的形式上平等 而且保障人民 在法律上 地位的实时平等 要求本质上相同的事物 应为相同的处理 不得自以为 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 那 法规范是否符合 平等权保障的要求 其判断应取决于 该法规范 所以为正当差别待遇的 目的是否 合线与所采取的分类 与规范目的的达成之间 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 关联性而言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在探讨 这个异性婚姻 跟同性结合 是不是为本质上相同的事物 而因为相同的处理 我们就要看到异性婚姻 它保障异性婚姻 它在这个法规范上的一个 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 透过这个 婚姻制度去 能不能达到这个法规范的 这个公益目的 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合理 程度的关联性 那在我的这个断马二 在第八页 我有提到说呢 这个同性结合 它因为欠缺自然生育 子女的可能性的 这个婚姻本质 它不适合呢 比照异性婚姻来加以对待 那在大法官会议解释 554号 他有提到说呢 这个婚姻制度 极具人格自由 具有维护人伦秩序 男女平等 养育子女的社会性功能 那在前些日子 四字第七一二号解释 他也提到说 家庭制度 极具人格自由 具有繁衍教育 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 所以呢 如果按照我国呢 目前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我们可以归纳出呢 生养子女繁衍生命 是我国呢 婚姻 这个制度的一个核心本质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社会性功能 那跟这种思想很类似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欧洲人权法院 有一个相关的判决 Shark and the Cove versus Australia 这个判决里面 在这个判决里面 欧洲人权法院 他提出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 他说呢 这个无论是奥地利 联邦宪法 或是明文记载 男女使得结婚的 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二条规定 均要求婚姻的概念 戏已经由不同性别组成 而具有形成亲子关系 可能性者始足当之 事项婚姻本质 并不受到 是否当事人离婚 或有分居可能之影响 亦与配偶双方 是否能够 或是愿意生育小孩的意愿无色 这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相当 在立法上相当有 启发性的一个判决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 自然生育子女可能性的 这个婚姻本质来看的话 我个人会倾向于 同性结合跟异性婚姻 它本质上是不同事物的 所以应该设置 可以有合理的一个差别待遇 那如果再加上 从我国的人口政策来看的话 那我个人认为 异性婚姻在整个 国家永续的人口增长 一个人口政策 其实是具有 比较高的一个公益性 所以国家用 这个婚姻制度来保障 这个比较高度的 观光利益 我个人认为这是 具有手段目的的合理关联 那在我的断马三第九页 我有稍微提到说 同性伴侣相互间 可取得家长家属的身份关系 从而互付抚养义务 在今天的提纲一 提到说好像现行的这个 同性伴侣 好像现行民法 相关规定没有任何的保护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一个误解 因为事实上 我们可以用民法 1127条 就是说已经成年者 可以呢 请求呢 油家分离 那油家分离者 可以自立一户 自为户长 然后再透过民法 1123条第三项 虽非亲属而以 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而同居一家者 视为家属的规定 成为使这个同性伴侣 取得家属的身份关系 那有家属的身份关系之后 在移民法1114条 1115条 1116条 这个家属之间就互付 这个抚养的权益义务关系 那所以这个事实上 我现行民法 其实就提供了 这个同性伴侣 形成某种同财共居 彼此照料 民法上所保障的 这个生活共同体 这个是我觉得 应该要以强调 那从这样一个呢 具有家属关系 来衍生的话 在我的断马寺 我有提到 我国呢 四字415号解释 有提到 具有共同生活客观事实的 同性伴侣 得享有税法上 受抚养家属的免税额 那所以这个也会 享有呢 某种程度的一个 税捐的减免 然后再度我的断马五 有提到 在保险法上 腰保人对于呢 这个家属的身体健康 是有什么保险利益的 所以这个在保险法上 也可以呢 应该要 这个同性伴侣 事实上呢 也有这个合法的 这个分散风险的 这样一个权益 那断马六 我有提到说呢 这个同性伴侣 事实上 依目前卫生署的 这个函事 他是就医伴侣的 关系人 他得受呢 医疗法上告知说明 并行使这个同意权 的这个规定的保护 那断马八 我有提到说 其实同性伴侣 也受呢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 这样一个呢 保障 那断马九 我有提到说呢 关于这个遗产 继承的部分 可以透过呢 事先的遗嘱 或是赠予 或是呢 事后的民法 1149条的 遗产桌给请求全 来加以呢 保护 那断马十一 我有提到说呢 因为他既然是一个 同性共产的 一个生同共同体 所以可以透过 委任的方式呢 去授权 那在断马十一呢 我有提到 这我国 这是我对于我国 这个立法者的观察 就是说其实立法者 是可以异性婚姻 与同性婚姻呢 逼于公共利益 程度的差异 赋予不同的身份关系 那这个应该是 因应事务本质的不同 而合理的差别待遇 并不违反 宪法第七条的 这个平等 平等权 那在我的断马十二 我有提到说呢 关于这个 同性结合 家庭的收养问题 我有提到说呢 同性结合家庭的环境 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 一个身心健康 与均衡发展 带有损于养子女 最佳利益 那这个主要的论据 主要就是因为呢 同性结构的一个家庭 它是单一性别 但它事实上是不利于呢 这个未成年子女 在单一性别的情况之下 进行他呢 这个人格成长 跟性别认同 这个会对他的 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会使 对他会比较 难兼顾两性特质 两性特质的一个 均衡发展跟学习 这样 然后断马13 我这里引了一个 国外大型的人口资料库 曾教授 请你把握时间 已经到了 好 那这个大型人口资料库 他提到就是说 同性结合家庭的 这个子女的高中毕业率 你在一分钟内结束 好 异性婚姻家庭的 这个子女毕业率的 大概三分之二 那这个人口资料库 它的随机样本 超过一百万 大概是目前 我可以收集到 关于这个议题的 那个随机样本最多的 所以我觉得是最有 最 就是说 相对而已 它是最有公信力的 那在第二个议题 就是说 那如果要这个认为 这个是核心的话 那目前呢 如果要 修 就在于这个什么呢 补充修正的话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应该采取单点修法 就是说 他在哪一个地方呢 权益受署 你就回到那个法 去修法 比方说 我个人建议 金管会应该要规整 我保险食物 只保亲属 不保家属的这个呢 食物上的 这个情况 以维护呢 同性伴侣的投保权益 那最后呢 我建议应该要修改 这个医疗法 就是呢 我们可以考虑在医疗法 在法定代理人之后 配偶之前 增定那个医疗委任代理人 让同性伴侣 可以透过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方式 得到呢 医疗法上相关权益的保障 谢谢 好 我们谢谢 曾教授 那下一位 我们请 孙力宏律师 他是 安提阿法律事务所的律师 谢谢 谢谢委员 正确的说出了我的事务所的名字 那也是非常难记住的 常常有人把他跟提拉米苏混在一起 我姓孙 我叫孙力宏 大家好 我有我的立场跟看法 不过我不属于任何一个联盟 在今天的资料当中 我只提出了两页 不过呢 还是被嫌说 怎么都在讲法律的东西啊 那我是律师嘛 不然要讲什么呢 可是被嫌了 所以我们来讲讲食品好了 在鼎心的案子 还有大统的案子爆发了之后呢 台湾的百姓有一个觉醒 我们要吃食物 我不要吃食品 你不要给我那么多的添加物 我要看到真正的东西 长得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转变 我认为在今天这个议题上 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精神 因为今天这个议题的讨论 我个人认为被加了许多的添加物进去 以至于我们看不到 摆在我们面前的食物 它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 第一个我想谈谈的 我个人认为的添加物是 性别中立化 这个词 它跟今天的题目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 可是这一个性别中立化 这个概念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文件 性别中立化的意思是 我们的性别不以客观生理为准 要以主观心理为准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 是建制在客观证据跟事实之上的 从每一天我们的交通号纸 红绿灯 表现标志都是眼睛看得到 耳朵听得到的 摸得到的东西 大从杀人罪 他除了要有杀人的行为之外 他还必须要有杀人的故意 可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把 他有没有故意这件事情 完全交给行为人自己来讲 要不然每一个都会讲 我没有故意 所以在实务上 就算连主观的故意这个要件 都要由客观的行为来推之 所以我们的法律体系 是一个建造在客观 事实证据上的法律体系 在这个前提之下 突然有一个东西跑出来 跟我们说 我是特别的 不管客观有什么东西 反正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你不能挑战我 你一定要配合 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 好 那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性别辨识 可是在这里 我有一个怎么都想不通的问题 就是性别 它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它是我们人格构成因素的一部分 可是有很多东西 也构成我们的人格啊 比如说 我的色觉 比如说我的音感 比如说我对自我的认识 我的思想 这些都是我的人格 可是为什么 我们没有针对别的东西 来说要让它中立化呢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 我举个例好了 在我们中间有一群人 他天生看红色是绿色 看绿色是红色 他每天上下班过马路的时候 面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危险 我都不敢想象 可是 我们有没有人说 OK 我为了他们的人权来色觉中立化 没关系 就算现在是红灯 只要你看出去是绿色 就是绿的 然后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你 然后并且要为你建制一个 不同的交通规则 让你好好在这个地上生活 我们有没有这样做 没有 同样的对于身份辨识 跟大多数人不同的人 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也许我很想要当委员 然后我怎么都选不上 可是我因为太想当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是委员 有没有人来为我讲一个 身份中立化的主张 没有 那么为什么性别有 如果今天 我们找不到一个理由 把性别抬得这么高 那么我觉得 最合理的方式是 请性别 退回去你该有的位置 别的人格特质因素 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你就必须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这样 才是合理的 那第二个 我想谈谈 在这个议题中的添加物呢 就是人权跟歧视的问题 首先人权 其实基本人权这个东西 在法律上 它不是一个随便的词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不是一群人说 这个东西是我的人权 它就会变成你的人权 不 因为当我主张某一个东西 是我的权力的时候 意味着别人的部分权力 要退后 因为权力相对的就是义务 我有权力 别人就会有义务 要来为我做一些事情 让我行使我的权力 所以在讲人权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必然要寻求一个 公众的承认 所以所有当代的人权学者都说 人权这个东西一定要有 普世的被接受 这个条件 那我绝对不反对 同性婚姻 甚至是同性性行为 有一天它 可能 变成一个普世人权 这个我绝对不反对 这个可能性 有的也应该要争取的 但是现在 它真的就还没有被承认嘛 联合国不承认 欧洲人权法院不承认 那么 有什么理由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讨论的前提 来要求我们国家 要立法或是修法呢 或者在未来的某一天 它取得了这个普世人权的位置了 那我们当然要支持它 可是现在 就没有啊 那第二个谈到歧视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奇怪的添加物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平等原则是 相同事物相同处理 不同事物不同处理 可是现在好像变成 不管这些事情一不一样 反正我就是要 相同处理就对了啦 不然你就是歧视我 那 我今天发生了一件 很倒霉的事情 就是 我是住桃源的 我先生载我来 那我是乡下土包子 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有管制 他进不来了 不然我本来想叫他 来当模特儿的 就是 我跟我先生 我们有相同的地方 我跟他都是人 然后我们有同样的 生存的价值 可是 我跟他 从声音 从皮肤 从皮下组织 到骨架 到器官 到力气 到人格特质 都不一样啊 可是现在这个事实 好像没有人敢讲了 在许多的添加物 许多的口号 自主决定权啊 人权啊 歧视之下 这一种 不用读到硕博士 都可以知道的事情 没有人敢讲了 我跟我先生就不一样 那我跟他结婚 怎么可能 跟我跟另外一个女生结婚 或者他跟另外一个男生结婚 一样呢 就 为什么 然后大家都觉得 好 现在讲说 性别只有两性的人 好像都 没水准 你都没念书 跟不上潮流 啊 羞羞脸 low掉了 真的是这样吗 跟大家报告 在好几年 以前 生物学 医学上 就已经有了 绝对能够判别 性别的检测基础 这个叫做SRY基因 即便在真正的阴阳人 真正的 他生理上 跟一般两性不同的人身上 他们都可以靠着 这个基因的检测 来判定他的性别 而他们判定的结果 没有第三种 只有两种 不是男就是女 其他的 对不起 我无意冒犯 可是生物学上 他们是叫他基因突变 那既然 男生女生不一样 男生女生结婚 跟男男女女结婚 不一样 我们当然就应该 做不同的处理 这个怎么叫歧视呢 所以真的很希望 大家不要再骂 有我这种主张的人 是歧视 是不顾人权了 哦不 那些是错误的添加物 好 那除掉了这些添加物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真相 真相是 人只有男女两性 异性婚跟同性婚不一样 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那这个真相我们看到了之后 要做什么 我们要给我们的百姓看到 因为他们有选择的权利 婚姻绝对不是一个私人的事物 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而且它甚至比统独的问题都还要重要 亚里斯多德说 当我们评论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评论 我们的社会奖励哪一种美德 同性性行为是不是美德 同性婚姻是不是美德 我认为每一个在异性结合之下出生的人 每一个在家庭中长大的人 都有权利对这个问题表达意见 所以文化传统形成的婚姻制度 可不可以改 可以 它改变的基础就是民意 像美国这样子啊 两次公投然后几百个人的意见 竟然被坐在办公室几个法官否决 我觉得这个是错的 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立宪国家 那个意思是 即便是宪法的价值体系 都要透过人民的意见来架构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题目 答案在公投 这个才是合理的 那至于同志收养 我个人的意见是 目前资料严重不足 希望能够谋定而后动 才是真正为百姓谋福利的做法 谢谢大家 好 现在我们再补充介绍一下 韩玉姐副教授 他刚到 那再下一位 李怡清副教授 也是刚到 那现在我们下一位 请黄国中顾问发言 他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顾问 由造极委员 段委员 各位先进 各位贵宾 还有刚刚的郑委员 国民党副主席 曾永泉 所领导的专案小组 对民法亲属编 计程编 作成的结论是 同性婚姻是一个人权议题 也是一个文化议题 应该要召开公听会 多加讨论 我觉得革命民主政党 有这种宽容的结论 值得我们按赞 如果有人在说 公听会 公的也要听 母的也要听 那么这就牵涉到 每一位对于性别歧视 他的认知问题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 情人眼里出稀释 那么如果稀释是男的 或者情人是女的 那要怎么样在法律制度上 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五大面向 跟三大建议 请各位贵宾指教 第一个是犯罪的问题 在这一期的经济学人 周刊里面 有一张世界的同性 同性行为的地图 台湾中华民国 从1966年以来 就已经是合法的 直到今天还是合法 那在第一个犯罪问题上 在历史上 曾经用黄害封化 公共危险加以处理 那德国早期的 旧刑法1935年 判很重的有期徒刑 而且还可以 此夺公权 那问题是我们今天 如果要修改民法的 规定的时候 刑法上面的问题 必须要一并加以讨论 一起一并考虑 第一个就是通姓罪的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一对一的 这种同性婚姻的时候 那有没有通姓罪的问题 有没有重婚罪的问题 有没有近亲相间的问题 第二个面向是 这个同性婚姻 要不要付给他 一个法人的地位 在日本民法 刚刚立法的时候 一般国民不了解 法人的意思 以为是尼姑 或者是和尚 甚至还有人认为是 党基 做法之人 那其实在法律上 就是赋予一个 法律上的人格 如果同性婚姻 我们是要像公司一样 给他一个法人的人格 还是向合伙 没有法人的人格 互无限连带清场的责任 那么日本的 佐藤荣座 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他在东京大学第二名 第一名叫做我欺荣 是一位权威民法学者 我以太太为荣 我欺荣 那么他就主张说 呼吁家庭法人的地位 那我们是不是 也要考虑这种 如果承认同性婚姻时候 对内跟对外的财产问题 第三大的问题是 离婚跟继承的问题 因为这个公厅会 我有兴趣拜读 这些同性恋的制度 发现说 离婚的时候 有人建议说 儿女财产先分 然后夫妻再分财产 我觉得非常有 启发的意义 而且儿女分不够的时候 父母 离婚的父母 互连带无限清场的责任 这个牵涉到 所受损害跟所失的利益 到22岁念大学 要多少学费 要以前的爸爸 以前的妈妈 这样来护账 继承的问题 就是大陆的民法 已经进步到说 女婿跟媳妇有继承权 那我国民法亲属边 当初在大陆施行的时候 女子有继承权 是很大的冲击 即使是光复节到了 到台湾以后 女性有继承权 在光复的初期 也是在台湾社会 引起不小的冲击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承认 同性婚姻的时候 这个继承的财产 要如何处理 第四大面向是 关于独占的问题 这种同性婚姻 是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诺贝尔的经济学奖 发给提货了 如果我们想到说 到大卖场用提货券很快乐 你就很容易记住他的名字 那么他是因为 政府的管制独占 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康德跟黑格尔都说 所谓的婚姻 他讲的是异性的婚姻 是对于双方 是对于对方身体的 某一部分的专属使用权 专属使用权 就是独占的关系 那如果是这种 同性婚姻要变成 一对一的独占关系的时候 那政府需要不需要管制的问题 第五大的法律面向 是有关公法上的权利 会不会因为同性的婚姻 取得农民的资格 原住民的资格 税法上是不是叫合并报 所得跟所得 那会不会取得低收入户的资格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 认为说同性恋 是一种异性恋的停止 遏制或者是退化的状态 可是后期的心理分析学者 不这样认为 那我们今天需要处理的问题 就是说孔令仪二小姐 有异性服装癖 喜欢穿男性的衣服 那么这样算不算一种疾病 如果心理治 需要不需要心理諮商 而如果是疾病 或要心理諮商的时候 我们的全民健保 要不要给付 这个公法上的问题 我希望能够一并的加以考虑 那今天各位先进提出了 很多社会学 心理学 哲学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在法律制度上 需要从法学的观点来加以处理 所以有三大建议 请各位先进指教 第一大建议是平等的话 第二大建议是自由 第三大建议是我们的法律问题 欧威尔的动物农庄说 人类生而平等 可是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 更为平等 那我也半开玩笑说 美国宪法的前沿 如果依照字面的字意来讲的是 男人生而平等 请大家不要介意 在德文的文化里面 SEE就是英文的SEE这个字 湖泊是男的 海洋是女的 太阳是男的 月亮是女的 那我们一直用平等这个观念 来讨论这个同性恋 或同性婚姻的议题的时候 我其实感到有点困惑 到底说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个平等是谁跟谁平等 就是说同性婚姻跟异性婚姻平等的意思 那五只手指伸出来 日本的食指叫人叉子 叉错的叉 就对别人指指点点 无名指就是药子 拿来尝药的 那很有趣的 小指就是小三或情人的意思 那么五根手指伸出来 都有长短不同 甚至在网路上讨论说 无名指比食指长的时候 某个器官比较长 像这一类的讨论 那我们是不是要用平等的观点 来讨论这个事情 我感到困惑 第二大建议是 我希望说能够从自由的观点 来讨论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 如说说 明约论一开始就说 人类生而自由 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家所之中 因为人类受到的观念 风俗习惯的制约 那我也在今天的参考资料里面 看到说 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解释 模拟解释书 里面看到说 违反了宪法第十一条 讲学著作出版的自由 这个我也觉得感到困惑 应该是违反宪法二十二条的问题才对 最后我的建议 就是我们在讨论公约的时候 希望把补充资料加进去 像在印尼的 联合国在印尼的日者原则 还有民法亲属边 继承篇要修改 是不是可以从民法亲属边的施行法 跟民法的继承篇的施行法开始尝试 其实我个人觉得会在再偏用定型化契约的方式 用再偏施行法 先加以处理 也许是走上正式立法 如果要走上正式立法的话 比较容易成功的道路 谢谢 谢谢黄国中顾问 那下一位我们请大龟 他是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的会员 也是同志收养诉讼的当事人 大家好 我是大龟 我和我的伴周周在一起已经15年了 2009年我们去加拿大 透过捐金 人工升职 生了一对双胞胎 我们一起创业 努力工作 诚实纳税 平凡的我们 目前在台湾这个 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国家 并没有成家的权利 法律就是涉及悲欢离合 生老病死的时候 才用得上的 本来两个人 决定互相照顾生儿育女 是一纸婚约就可以解决的 却因为同性婚姻没有合法 权利和义务都变成 两个人必须自行 约定 对不起 这种很复杂也没有保障 人生无常 可能周周或我会先离开这个世界 或这个家 那这个我的孩子们要怎么办 我和孩子没有法律上的关系 都说孩子可以想跟谁就跟谁吗 这种不确定感跟不安全感 真的让我很在意 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我要时刻拍照 做记录 不知道是不是以后 会用来保住自己 对孩子的侵权 家庭的基础是爱和信任 但这种不安全感已经 严重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严重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 之前我们去台北市办理 收出养 让周周把一个孩子出养给我 我们诚实地告知市府 但市府拒绝了 原因有两个 第一 同心会因尚未合法 他们无法办理 第二 出养后孩子会和生母 切断法律上的关系 这并非儿童的最佳利益 想请问各位 吉利伟大人 我孩子的最佳利益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双方家长 共同监护抚养长大 所以请各位还给我们 最安全有力的家庭保障 目前 法律让我的孩子 陷入只能有一个家长的困境 我们不认同这种偏见 跟歧视的做法 我们不想要再把对方 跟对方家人 当成竞争孩子的假想敌 目前正请求法院 认可我们收养 认可我收养我们的孩子 并且共同拥有亲子权 目前生理中 现在同性婚 同性不能结婚 不能合法收养孩子 这是很严重的人权问题 有人会说 同志要成家 很多权益 可以透过另立契约来解决保障 但是婚姻身份影响的法规 起码上签条 如果要一条条来契约化 根本不可能 我想问 我的财产要让我孩子继承 是不是无法享有 民法上继承遗产的免税额 我要给我两个小孩钱 是不是还要被国家客赠予税呢 况且孩子的亲子权 是契约可以浪度的吗 答案是不行 因为我被 台北市政府拒绝了 这点我要特别回应 这个曾凭杰教授 目前 就有一条路可以直接明白解决问题 就是 让同性婚姻合法 让我们受到婚姻制度保障 在国外 民主国家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 都只有越来越认同开放 行之多年的国家 也没有因此消灭 或甚至生育率低过于台湾 而以宗教传统 下一代教养知名 反对同性结婚 生养孩子的人总是说 我们的孩子会性别错乱 以后会变成同性恋 或说 我根本不是孩子的DNA来源 所以没有资格拥有孩子的侵权 我想说的是 他们从出生就活在多元 性别的环境中 怎么还有可能看不懂 LGBT跟一般异性恋男女的差异呢 而身体上的男女 有鸡鸡是男生 没鸡鸡是女生 请问这有什么好混乱的 反而现场反对的人士 你们知道LGBT是什么吗 你们是了解我们以后才反对的吗 还是根本不愿意了解我们 组织家庭生长孩子 这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欲望 我认为是人权 我们的家庭是因为爱和幸福而产生的 不是为了要制造同性恋而产生的好吗 目前 幻觉面穷同性恋 应该都是在异性恋家庭生养长大的吧 性向是天生的 不是可以复制的 另外 我从孩子在妈妈肚子里还是一颗蛋的时候 我就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了 请问我不够资格当他们家长 谁还有资格啊 现在我要麻烦播布四分钟的短片 这里面有三个同志家庭 希望透过这个短片来发表他们的心声 我完全没有想过 会 就是能够有孩子这件事情 对吗 那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 即使有女朋友也会觉得 爱跟女朋友可能以后会结婚 会跟别的男人结婚 对对对对 以前啦 现在比较不会 就是有了孩子会觉得好像不可能的事情成真 然后会觉得很珍惜 resilience 她们就是在 allí 问题 psychology 突线心 也要不要用�冻 还是要让做家 做家。做下作 好哦 要做芸包 我欸 这是什么 zone hole 咳 Liebe 夢夢周歲生日快樂 這裡聰明 然後健康平安 然後所以後來他們就決定說 在我們回國以後 就找親戚們一起吃個飯 然後跟全部的親戚一次說清楚 講明白 所以其實大家都 我們身邊的親戚幾乎都知道 對啊 都就是親戚家人都知道 我從小就是希望他快樂 只要他快樂只要他高興 那我就覺得很心安很開心 所以只要他開心的事情 只要他快樂的事情 那我都會很樂意在他旁邊 因為有很多事情你很難跟他說 你以後可能會被人家欺負我 很難這樣子跟小朋友講 但是只能跟小朋友說我們並不可持 我們就是我們 我們也是很有尊嚴的在過的生活 然後我們覺得很消耗著他 希望他也可以對我們感到很驕傲這樣子 對啊我們也有的同志會跑趴 就像有異性戀會跑趴一樣 對啊就是都有好人也都有壞人 沒有說我們都一定是好人 但是就是就像一些臉也沒有說都一定是壞人 對我們來說 所以覺得就是我們就是很一般很一般的人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人 而不是看到他是什麼族群 是什麼標籤 同學來的時候 看到你爸爸 有一個女士說 爸爸很像女生 我們班都知道爸爸都是女生 我們班的都知道 都知道 因為我都講過 認識很久 因為我爸爸有時候去學校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 然後他們就會問 你爸爸是女生 就講對啊 然後他們就是知道爸爸是女生 那他們會問你什麼問題呢 那我想說你是怎麼生出來的 那你怎麼回答 我從肚子裡面出來的 然後怎麼出來的 然後他們就沒有再問了 那你會覺得 不喜歡人家問你這個問題嗎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 爸爸就是爸爸啊 他會問怎樣 凱樂 怎麼樣來介紹自己的家呢 我就說我有兩個爸爸 第一次他們大部分 他們就想 因為我有一個媽媽 還是他們就想 有那個divorce 那你怎麼解釋呢 謝謝 我就說 我有兩個爸爸 他們有個J 一個兩個爸爸的一個家庭 就像其他家庭一樣 有很多 在親子教育方面 在小孩方面 各方面都有我們的挑戰 都有我們的樂趣 但也可以從凱樂的煙雨面見出來 他覺得 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為什麼要問我這些問題 然後他也了解到 社會上對同志的歧視的問題 他也了解到 短片中可以看到 我們同志家庭 生活沒有問題 帶小孩出去吃飯 玩 上學 主要的台灣社會大眾 對我們其實都很友善 在生活上 實際造成我們困擾的 是本來應該保障我們的國家政府 現在政府以多數為民意 無視台灣人 多數良善的心 無視我的家庭孩子 我們同志家庭一路走來 是被國家政府法律傷害 不是台灣人民 這些家庭最大的公通點 就是他們的家族 都很認同且支持 他們和伴侶結婚生子 有穩定的家庭生活 不管是公開驗客 或是這個 部落殺豬驗客 都是公開愉快的 這代表讓一個同志 被國家和立法委員 否定他們 組成家庭權利時 你們否定的是 這個同志背後 一整個家族 愛護子女 延續後代的家庭信願 立委本應 受選民陳情 但是你們受到的壓力 竟然是 選民要你們出面反對 跟他們不相干的 別人的成家權益 這是對的嗎 你們應該屈服於這種壓力嗎 我要再次強調 外面還有更多同志家庭 已經有孩子的 正在懷孕的 準備去生的 還有很多 中華民國不會也不能 限制公民 懷孕生子的自由 所以應該更積極的面對 同志家庭 只會越來越多的趨勢 回應同志家庭 需要就地合法的急切聲音 請不要再無視 限制我們的存在跟需求 我們懇請立法委員 支持同性婚姻法案 審查跟通過 謝謝 我們謝謝大規的發言 基於人道考量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下一位請隨杜欽主任準備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下一位我們請隨杜欽主任 他是經過管理 即健康學院的人士士主任 主席各位在座的先進大家好 我想我先說明一下 我之所以會站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這個跟國民黨 這個關係非常密切的 就是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推薦 我才來的 不過呢 國家政策研究會推薦我的時候呢 並沒有給我任何的指示 說我一定要有任何的立場 所以以下我的立場呢 純粹代表我個人的思考的結果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 我的內容呢 我把它縮減為四個字 叫做因愛成家 那我想先跟各位說一下 我個人的成長背景 我是我外婆一手帶大 我外婆1949年到台灣來 她一手帶大我 她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 就是我媽媽跟我姨媽 可是呢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聽到她最常講的一句話 是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不一 各位認為我在這樣一個環境長大之下呢 你認為我腦袋裡面 應該存在什麼樣的一個價值觀 但是我也想請教一下各位 在座的各位 還有多少位 會認同我外婆 從小告訴我這樣一個價值觀 事實上 家庭當然是我們 兒童成長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管道 但是我一直認為 這個管道 它不會是 如我們某些人所想像的 它是一個完整的 或者是完美的一個管道 我們必須承認它有它的重要性 但它不會是完全的重要性 那因此呢 今天我 雖然是我自己是 背景是法政的背景 可是我不想去談 法律或者憲法 因為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人都會從這個地方發言 我道寧可願意從 所謂的政治 對不起 道寧可願意從 一些所謂的價值觀 甚至我們說 是一種哲學性的思考 來給各位報告一些我的想法 首先我想要先給各位報告一個故事 1958年的7月的一個早上 Mildred和她的丈夫Richard Lavin還在睡覺 維州 Central Point鎮的鎮長和兩位副手 闖進他們的臥室 粗暴地問Richard 跟你睡覺的女人是誰 Mildred回答說 我是她太太 同時指責掛在牆上的結婚證書 但警長說那證書是無效的 因為證書是首都華盛頓頒發的 可是依據Virginia州的法律呢 黑白婚姻不管在本州或是外州 均為法律所禁止 結果Lavin夫婦被捕 關在牢裡 後來被認罪判一年 不過實施緩刑 條件是他們得離開Virginia 25年不得一起返鄉 法官判決黑白不能通婚的理由是 如果上帝當初的意旨 是要讓黑白兩族混在一起的話 就不會把他們安置在不同的州際了 根據統計 從1913年到1948年 在美國的48州中 有30州禁止不同種族通婚的法律 一直到1967年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才加以廢除 認為這樣一個法律是違憲的才加以廢除 1958年的事情 1967年結束了 今天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各位會不會覺得 當初有這樣的法律存在 是非常荒謬的 是非常荒謬的 那麼 今之世襲 是不是某一天也有可能是後知世襟呢 我不知道 也許需要時間的這個驗證 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再回去思考 從人類的發展歷史來看 婚姻的形式 而且是多元的形式 從來都是先於實定法而存在的 只不過說隨著社會變遷 或者更應該說是價值的變遷 婚姻的形式進入了實定法的規範 但是實定法其實指 規範了某些特定的這種婚姻形式 那麼而且承認或賦予了這些特定形式 例如說異性婚的制度 或者依夫依妻下的特殊權益 那這些包括了性關係在法律上的確認 相互扶養的責任 財產繼承權 子女監護權 甚至領養子女權的被准薄的機會 都可能在法律裡面被規範 我這邊再跟各位報告一個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 養生至第81號民事的裁定 他駁回了一位女同志的收養申請 他的申請人跟被申請 申請被申請人 他們是一個阿姨跟外甥女的關係 因為這個女同志的姐姐過世了 所以她要去收養她這個姐姐的小孩 判決書是這樣寫的 本院對於同性戀者持正面及開放的態度 認為成年人 無論在心智及人格發展上 均已成熟固定 若兩名同性基於彼此相愛成為戀人 乃其個人自由 社會應與尊重 聽起來很友善 但話風已轉 法官指出 但不可否認 以台灣目前社會現狀及國民知識水平 同性戀者確實會承受 某些社會異樣的眼光及背負較多的壓力 台灣社會對於同性戀者 無論人權法案或是否通過或法律是否承認同情婚姻 在真實的平民生活底下及國民的心態上 要能真正對於同性戀者持開放及尊重的態度 在未來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幾路要走 她講的我認為是一個事實 誠然領養小孩是當前 這個還是判決書的內容 誠然領養小孩是當前同性戀者 對於一個完整家庭的心理或文化期待性的唯一手段 然而兒童日後在學校及同台間 若其性別認同 性向扮演 角色定位及社會性處境 易於一般多數人 可預期將承受極大壓力 助同學的捉弄及取笑 而這些都是兒童要自己單獨面對的 非其他成年人可以隨時在旁排解 她說成年人是否應該思考不能只為了滿足自己 完整家庭的心理及文化的期待 而將一個沒有思考拒絕其選擇能力的兒童 至於一個可預期對他或他 將可能承受來自學校或同儕負面的環境中 對於兒童的 環境中此對於兒童成熟不公 所以他駁回了申請 這個判決在我個人來看 一方面叫做為德不足 另外一方面更是足為不德 換句話說 如果不是有既有的實定法 確實因為對於特定婚姻形勢有了差別待遇 今天其實也不用去做 進行這個所謂的民法的清楚篇的修正了 所以今天要改變的 不僅是法律對於婚姻形勢的承認 更是對於其他權益的爭取 既然同性婚姻或者同志收養都涉及到家的建構 那麼我們可以回到家的這個概念思考 家是一個多麼平常的字 基本上我們可以將每一個人都渴望有家 當作今天討論議題的一個前提 但是人世間許多的悲與喜都來自這個傳統領域 家的定義不勝美舉 例如有人將family解釋為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而我個人更認同 a house full of love is called home 家裡有父親有母親不一定有愛 而有愛的家庭卻不一定要有父親母親 我們能說一個鼎克族的家庭 他的婚姻不是家嗎 而愛的詮釋最多也最難 我個人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 可是我認同 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經文 愛是無可比你的 這段大家都很熟了 我不必多數 所以 因愛 有愛才能 因愛而能成家 有愛才能成家 那麼 最後我要跟大家報告 台灣在性別的法治上面 包括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等 可以說至少是全亞洲最先進的立法 我期望民法清楚篇的修正 也能夠繼續走在 當前尚有存有重大爭議的社會價值觀的前面 最後我引美國的一位爭取婦女投票權的一位女性的話 她說我不管這個女性有了投票權 她要投任何的票 那就是她該有的權利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這個 隨主任 那下一位我們請這個呂心潔主任 她是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文宣部主任 同時也是同性婚姻訴訟的當事人 好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夥伴 然後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呂心潔 首先 聽了這麼多之後 我還是覺得 好像還是需要來幫大家上一點 知識性的課程 這樣子 因為剛剛有許多的朋友 其實好像把 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 雙性戀 跟跨性別 這四個不同的族群 然後還有intersex 所謂的陰陽人 雙性人 有點 就是搞混了 這樣子 那其實女同性戀的朋友呢 是 生理女性 她覺得自己也是女生 然後她喜歡女生 男同性戀是 她是男生 然後她認為自己是男生 然後她喜歡男生 那雙性戀的朋友是 不管她的生理性別是什麼 她有可能會喜歡男生 也有可能會喜歡女生 那跨性別的朋友是 她是比較希望可以改變她自己的 生理上的這個性別 然後 還有intersex 所謂intersex 就是 雙性人 也就是她出生的時候 就有可能 她有雙重的這個性 性真 那有些可能就是 公的這個部分發展的稍微好一點 有的是母的這個部分發展的稍微好一點 所以其實呢 前面有說到所謂的 人生下來一定就是男生或是女生 這件事情在醫學上 基本就是不成立的 因為其實大概有一千分之一到三的寶寶 她生出來是所謂的陰陽人 那台灣有一個協會叫做 國際陰陽人組織 她其實就有做非常多的這樣的研究跟調查 好 然後以及現在所謂的性別中立化這個部分 其實我做性別運動這麼多年 好像沒有聽過這個詞 現在政策比較常提到的好像是性別主流化 但多數的在性別主流化裡面 其實還是比較常討論是兩性 同性的議題 然後我們也很希望內性的主流化 有一天可以早日的更多的納入這個同志的議題 這樣子 對 好 那今天因為我有兩個身份 我一個是同一次學會的現任工作人員 然後有另外一個身份是這個 那個婚姻訴訟平權的這個當事人 所以我也稍微來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在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我第一次喜歡上一個人 她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那個時候其實我連同性戀是什麼 在三個字我都沒有聽過 然後四年級的時候呢 電視上播著台灣第一次同志的公開婚禮 是許又生大哥跟葛瑞 他決定要共結連禮 至今其實已經超過二十個年頭 許又生大哥今年終於能夠在紐約 他現在人正在紐約 登記結婚 但我們的故鄉台灣呢 卻仍然拒絕同性戀 伴侶於婚姻大門之外 那在國中的時候 我班上有一個非常陽剛的女生 她很清楚表明她是喜歡女生的 很多同學被丁裡嘲笑她 覺得她奇怪 她都不以為意 兩年前她和她現在的老婆 帶著兩家人 花了很多錢 千里迢迢到了加拿大去結婚 還上了加拿大當地華人新聞 得到滿滿的祝福 但那張結婚證書拿回台灣 卻毫無用武之地 因為在台灣他們沒有辦法 成為彼此正式的配偶 那我自己在念台大社公司的時候 因為想要從事助人工作 我加入了同志諮詢熱線 至今超過十年 因為在熱線工作 我每天都看到 也聽到各式各樣令人悲傷的故事 但是也見到許多充滿生命力 和勇敢的故事 我自己覺得我在同志運動中學到的 還有前輩教我的 是勇敢 做自己 相信自己 不懼怕權威 我們不隨便評價別人 不只看表面 而要去細緻理解不同的生命脈絡 人與人之間沒有對錯 只有差異 還有誠實 這也是為什麼我和我的另一半 決定站出來委託伴侶盟的律師 提醒婚姻平權訴訟的原因 那 我其實也很慶幸 可以遇到我現在的老婆 就是她每天早上其實也給我很多個 不只三個深情的文 然後五條件支持我 也要很謝謝我的父母 我們的感情非常好 我跟我的爸媽媽 我們每天 我們住在同一個社區不同洞 然後我們幾乎每天都會通電話 一個禮拜都會約吃飯好幾次 我和我的伴侶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們的關係 還有我們即將要撫養下一代的人生規劃 我們兩個也都是人 所以人對於親密關係對家庭 對於生養下一代 常常因為自己的一些生命經驗 會有很自然的慾望跟需求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人性 台灣的憲法開張明義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有利平等 但是同系列沒有辦法結婚 這就是一個不平等 不管反對方花了多少力氣幫同志辦理整理了法律上 對家屬的相關權益和規範 甚至教導我們怎麼樣成為彼此的家屬 有很清楚的SOP 我和我老婆 我的同學和他的太太 許若生大哥和葛瑞 在台灣沒有辦法結婚 就是一個現有的鐵蒸蒸的事實 我們就是想要成為彼此法律上的配偶 我們不想成為彼此的家屬 我們想要成為彼此的配偶 我也希望我的未來小孩 可以合法地被我老婆收養 我們的關係要在這塊土地上 被我們自己的國家所認可 不可以結婚 我們在這個國家就是次等公民 但是我們一樣假說伏兵力 禁於五 請問這樣公平嗎 雖然我們今天不懼怕權威 也不用詆毀別人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因為我理解到 有許多人的生命經驗中 可能沒有足夠的機會讓他去學習 會了解到和他所不同的生命 所以對於差異感到恐懼 對於這一點我表示惋惜 但是這件事情並不能成為我和我老婆 被國家法律所排除的理由 更不能是政府迴避人權平等的藉口 我相信反對方準備了非常多的理由 想要詆毀 詆毀同志社群 詳細的回應同志之情熱線 已經用書面放在那邊 請各位媒體朋友也可以參考 跟大家說明 但我在這邊只要提出一點 不管有所謂多少的證據或理由 我其實也不在乎 在很多人的觀念當中 同志裡面可能有很多壞人 大家覺得不符合你們期待的個體 但這件事情其實都不能夠成為 剝奪我們結婚權的理由 因為今天在台灣陌生的一男一女 他不需要任何的證明 就可以合法結婚 殺人放火的人 他也可以合法結婚生小孩 70歲的男人也可以跟16歲的女人結婚 我自己認為婚姻其實 在台灣早就被異性戀搞得爛透了 婚姻現在是什麼 很多異性戀朋友 意外懷孕的補救措施 常常變成約會強暴 用於粉飾太平的方法 可能是要生個兒子好見斑 堵住長輩的嘴 鄰居的耳語 甚至常常變成一樁買賣 更不用說在台灣當成商品 把孩子當成商品的 其實全部都是異性戀 好我再重複一次全部都是異性戀 生兒不養 棄養出養的 也現在通通都是異性戀 結婚生子後 又離婚 不要小孩的 也毫無疑問的是異性戀 那所以當很多的朋友在那邊說 要維護所謂一夫一妻的婚姻價值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常常 我們應該回到異性戀社群好好的宣導一下 但我今天站在這裡 我不是要單純的批評異性戀婚姻 而是希望大家看到一個事實 常常我們聽到很多反多方的朋友說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好像所有現存的異性戀婚姻都如此純潔而深圳 但事實上是 有各式各樣的婚姻存在在台灣的現行狀況當中 可能有偷吃出鬼先有後婚 但他們依然可以合法結婚 既然如此 為何同志不可以 為何放光守法繳稅的同志 有喜怒哀樂 希望與伴侶平凡過日子的同志不能結婚 為何性傾向會成為剝奪結婚權利 我想孩童權利的天大理由 結婚我認為同來就是天賦人權 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和自己所選擇的人結婚的權利 所以我們今天台灣不再有同養息的制度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和自己所選擇的人結婚 所以我今天代表我和我的老婆 還有同志諮詢惡限 必須在此不厭其煩的再次呼籲 請政府盡速把同志公民的權利還給我們 睜開眼睛 同志就是你的親人、朋友、同事、同學 我們要的不是特權 只是和一般營營眾生一般的權利 另外在回應前面有一些提到的部分 精神科DSM5目前已經把跨性別的除弊法 除病化 之前有聽到說孔二小姐的這個case 說他有異裝癖 其實呢 因為我不認識他 我也沒有辦法關聯名出任他 但是我們可能可以假定他是一個跨性別的朋友 過去這件事情叫做性別認同障礙 但現在已經修訂叫做性別不安症 也就是說他已經不是一個disorder 而是他的狀況可能在現行的社會制度下 還沒有辦法取得足夠的支持 所以讓他造成有不安的狀況 而且在台灣其實變性 或者是可能他要使用一些荷爾蒙的療法 一直都是自負 就是病人他要自己付錢的 所以大家如果希望討論 可不可以耐力健保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非常歡迎 然後最後 我想要跟很多反對的朋友說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這裡 如果大家不了解我們 同志諮詢熱線 非常歡迎大家隨時 任何時間任何機會 來跟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的朋友 進行溝通討論彼此了解 彼此認識 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李勳潔主任 那下一位我們請 關曉威助理教授 是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主席各位委員 在座專家學者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發言 將以我的三個身份出發 來支持立法院現在正在審議的婚姻平權法案 第一個身份是教育工作者 第二個是作為一個母親 第三個是法律學者 那首先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由於我支持同志人權的立場 讓我接觸到許多來自各校各系所的同性戀學生 因為這個社會並不普遍的接納同性戀 因此他們大多數並未向他的家人表明自己的性傾向 但是他們的痛苦、寂寞和遭受歧視的感受 我感受到了 今天有許多人反對同性婚姻是基於家長的身份 他們認為為了下一代一定要反同婚 但是爸爸媽媽們 你們真的了解自己的兒女嗎 也許你們正氣憤的和許多其他的家長 一樣反對同性婚姻 但如果你們真正了解到你們的兒女 並發現了他們不敢告訴你的另外一個世界 你有沒有辦法看著他們的眼睛 告訴他們說你不配 你不配像你的父母一樣擁有結婚的權利 不配和我們一樣享有婚姻所帶來一切法律上的利益 我作為一個老師我說不出來 其次作為一個母親我常常在思考 作為大人的我們要創造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給我們的下一代呢 參加我的小孩的小學班親會的時候 我看著全班的小孩子 就我的專業知識我知道 這裡一定有一定比例的小朋友 將來會是同志 我的孩子將來可能也是 而作為家長的我們 我們擁有著權利 決定著我們的法律和制度 決定著孩子們的未來 我想試問我們如何告訴這些 長大以後成為同志的小朋友們 你們將不能像另外這一群小朋友一樣 結婚成家 那是因為我們大人害怕改變 害怕改變體制 反對同婚的人常常說 我們不能為了少數而改變體制 但是教育的原則 不正是leave nobody behind嗎 那一個不能少嗎 那我們憑什麼 離棄他們貶抑他們呢 拒絕承認同性婚姻的大人們 真的是為了守護下一代的幸福嗎 還是其實我們正在阻礙下一代的幸福呢 最後作為一個 同時研究親屬法和人權法的法律學者 我認為基於憲法保障的人性尊嚴 人格權婚姻自由還有平等權 國家應該給予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 平等的婚姻保障 性傾向是一種人格最深層 最私密也最核心的自我認同 在人生的某些階段 一個社會人他將無可避免的 會透過親密關係 還有性使他認知到自己 並使得人格得以發展 進而參與我們的社會 剛剛有朋友說 性別就像顏色的喜好一樣 不需要放太多的關心 我們加太多的東西在裡面了 那麼試問大法官 何必又在試制365號410號456號 等等解釋裡面 花了這麼多的篇幅 接觸我們台灣憲法 講究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呢 那五國的憲法相當重視 人格的自由發展還有主體性 所以我們在大法官解釋當中 不斷的看到幾個字眼 就是尊重人性尊嚴 個人主體性 人格自由發展這些字眼 我們可以說 這個憲法是認知的人民 是一個具有主體 自主獨立人格的主體 我們尊重個人原本的自我 不會因為社會的強勢價值 而扭曲人民的自我人格 而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我們在整個發展出 尊重人性尊嚴 還有多元價值的民主憲政秩序 而我認為這才是台灣共同的價值 才是台灣的共同信念系統 那這樣的民主憲政價值 我們並不容許國家用性傾向 來對特定的族群為不平等的待遇 而正是基於這樣子的考量 我和其他31位法律學者 在去年12月共同起草了一份 法界支持婚姻平權連署聲明 開放了給法律學界 還有法律的實務界來連署 那連署人數目前是達到 發起人32人共達184人 總計教授有19人 副教授39人 助理教授26人 法律實務界則有76人 這樣的連署人數 在愛惜羽毛的法界 是相當不容易的 就我所記憶 這樣子的法學連署的數目 只有在2004年 關於公投爭議的這樣子的連署 才有如此的規模 所以藉著這次公聽會的機會 我將這個連署聲明 放在我們的資料裡面 那在資料第49頁以下 那我就揭露在 就是念出這樣子的聲明 在多元成家同性婚姻法案 進行論辨之際 台灣社會面臨對婚姻家庭制度的 重新省思 那我們新建各大專院校法律系的 學生們挺身串聯聯署支持 多元成家婚姻平權的理念 作為法律教學還有研究工作者 為了使台灣能邁向一個充分 保障平等和人性尊嚴的民主社會 我們認為婚姻制度不應該排除同性伴侶 性傾向和性別認同 有與個人人格不可分的特質 基於尊重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 和人格自由發展的理念 國家社會不得以之加以排斥 或為自義的差別待遇 婚姻為兩人之結合關係 也值基於個人的人格自由 提供個人心理與感情的穩定與慰藉 為具有相互照顧長期依賴功能的生活 共同體關係 婚姻的規範和社會意涵 隨著民主社會的價值秩序 見次走向包容和承認 正是民主憲政國家尊重個人自主 和人格自由的發展 我國婚姻制度歷經數次的變革 其制度研議修正的時候 也正如現在當下正反意見聘程 最初制定民法是以法律領風氣之先 確立當事人自主 世俗化 單偶制等等原則 建立迥然不同於當時三妻四妾 家長做主 還有禁止同姓 姓氏的姓 相婚等傳統婚姻家庭 家庭制度的一個法律規範 而民法原有父系社會 以男性為主的侵權 住所 慣性 子女性事 決定權 這些歧視性的規定 在性別平等的運動努力之下 自主與平等見次 成為民法最所肯定的重要原則 而修正了這些性別歧視的規定 本於相同的原則 我們認為民法所規範的婚姻制度 不應該排除同姓伴侶的生活關係 然而我們深知變革需要溝通 台灣社會要以何種方式 及內涵建構平等 保障同姓伴侶生活關係的法律制度 需要透過民主正當程序 彼此說服 溝通意見 支持重大變革時刻 我們以四點呼籲社會各界 第一 支持婚姻制度 不應該排除同姓伴侶 第二 要求各位理性溝通 誤以仇恨性的言論 暴力或非暴力行為 前置相反意見的言論自由 人身自由 行動自由 第三 理解法案的內容 依據正確的資訊相互討論 誤惡意將群體標籤化 污名化或扭曲法案內容 而為不實的宣傳 第四 請停止製造恐慌 誤利用錯誤的訊息 加深人民被剝奪感和不安感 製造社會恐慌 最後我利用剩下的時間 回應法務部今天所發的書面的聲明 我不曉得待會法務部的人 是否會做相關的說明 在座各位都拿到了一個 我們第一次看到法務部 終於明確地說出了他的立場 那法務部的立場 基本上是不贊成民法的修正 而希望透過各種的立法 而保障包括稅 包括醫療 還有其他各方面的 這個同志權益 同志伴侶的權益 而事實上在 也是今年的三月到四月左右 我個人也參加了法務部 所召開的這個 關於如何保障 他在他的第七頁有講到 如何保障同性伴侶權利的相關的 意見交流會 在這樣的會議上面 其實跟各位報告就是 我發現我們的政府 法務部也好 衛福部 內政部 以及其他相關的單位 對於同性伴侶 需要什麼樣的權益 幾乎是一問三不知 也沒有做過什麼研究的 那在這樣子的理解之下 事實上我們也了解到就是 在反對同性婚立場的朋友們 他們都會說 我們不反對保障同性伴侶的權益 可是如果你要仔細跟他們溝通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他們並沒有真正的意思 要保障相關的權益 並沒有認真的去思考 到底哪些權益是與此相關 那因此我的看法是 其實法務部這樣子的見解 是要拖其他的部會一起下水 因為要修這麼多的法令 要修過 在他的第七頁這邊有講 數百個法令 其實會拖得非常的久 那也必須要跟其他的部會做相關非常久的溝通 因此我的立場是 反對法務部這樣子的見解 那以上是我作為學者 還有作為母親 以及法律教育工作者的發言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關安助理教授 那下一位我們請張守一秘書長 他是台灣守護家庭大聯盟的秘書長 主席各位與會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麼今天其實這個議題很有意思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法務部 在今天當天發展發了一個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婚姻是屬於這個立法者 想有決定婚姻形勢與內涵形成的餘地 上男人有違憲之餘 我覺得因為我們在大法官的解釋裡面已經有講過了 我們連法官都不能決定說 我們今天的這個違不違憲 是抄在誰的手上 是由大法官的集體決議來決定的 那麼所以由法務部來代表說 我們是不是有違憲之餘 我覺得可能有超越了他的這個職權範圍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法案的修訂 可能是有點這個我們有這個違憲的疑慮 為什麼呢 雖然法務部說是婚姻的形式 但是我們今天來討論的是 男女這兩個性別 是不是可以改變的 男女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這個關係文書 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把我們的男女這個兩性 這個兩性的東西全部都改了 他改的時候到底有沒有這個權力改 誰可以決定 我們立法者可以改變嗎 法務部是說婚姻形式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他改的是男女性別 把所有的東西把夫妻變成配偶 把這個父母變成雙親 我們甚至連你和阿公 你的祖父祖母都變成了 直系寫信尊親屬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這種的 男女兩個字出現了 我們這個到底合不合憲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個要解決 就是我們合不合乎憲法的問題 可能有憲法違憲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憲法法律 第七條就是中華民國無分男女 這男女是一個性別 但是把它擴張成為 不包括性別 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 這個幾個字在大法官這個裡面 從來這些解釋文裡面 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些字 那怎麼引用來求表我們法 第二個呢 就是說有關於我們 這是第一個 抵觸憲法我覺得要先要來提出 我們這個程序問題 是不是我們要先請解釋憲法 或者說這個違憲的審查 應該是要先確定的 那第二個呢 其實我們這個立法的倫理與釋法性 我們覺得在這樣立這個法的時候 也多處不適當 我們當然前面第一個 就包括這個憲法的問題 可是你會看到第二個 大法官在裡面 242362552554 647 有很多的解釋 都有講到我們是一夫一妻 然後還有包括男女性別 這個都在解釋文裡面 這一看到 我們在大法官過去的解釋 都有這些的字樣 雖然從來沒有針對男女性別是什麼 但是所有的文裡面 都是這些東西的時候 請問我們如何去改變這些 所以大法官的解釋 難道要推翻前面的嗎 再來我們看到 他其實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他是違反公共利益 所以在憲法23條裡面 我們有的 是不是要憲法的保障裡面 他有沒有我們過去的傳統 對於一個同性戀者 他會覺得 他是不一定是符合公共秩序 跟善良風俗的 雖然這個可以爭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後遺症產生的 所以這樣子的時候 他是不是違反 我們的民法72條 法律行為有被於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者無效 我們現在也要有這樣的質疑 雖然這可能 我們都看到 那因為他也牽涉到 這個第22條的 是不是我們憲法保障的範圍內 如果他有 他有沒有妨害秩序 如果不妨害秩序 還有公共利益的 才能夠受到憲法保障 這是另外一個法律上的 一個要提出來的 因為雖然不是法律專家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意見應該是要充分表達的 所以第三個呢 我們其實婚姻平權的法案 並覺得不具有正當性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來討論的是一個性行為 一個性行為跟大眾不太一樣的 就是非常在性性行為 究竟你要不要合法的問題 因為這件事情在過去 我們的傳統倫理的當中 沒有錯 有事實但是並不一定代表 你可以享受一個法律 其實我們在一個範圍內是說 婚姻它是一個男女的 雙方的結構起來的 一塊領域 我們保護的是一個婚姻的價值觀 是保護的是這塊領域 我們並不是一個冷血的 說不行 但是你為什麼要用 來用這塊領域呢 這塊領域它已經規範得很好 我們所有的民法架構 是在婚姻這塊領域裡面 你在婚姻里外的 你有那個事實 所以婚姻跟家庭是兩個概念 家庭是一個事實的 那婚姻是一個法律的名詞 所以這兩個我們不弄混的話 我們這個議題來看 是很清楚的 那婚姻的我們制度是 我們在我們的立場是保護的 我們需要說 它所有的相關的東西 都應該受到保護 所以我們覺得說 不要用這個性行為 如果說一般很多人 因為言論自由 我們覺得性行為是可以 是你對它的論斷 是可以屬於言論自由的 不管你說它是好的 或者說你是說它是壞的 都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 所以這個行為 我覺得是保留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反對的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性行為 你是去宣揚它 你告訴我們下一代 說它是好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反對的地方 那言論的行為這地方 我們是接受 但是你如果擴展 你要去宣揚說 這個是好的 大家一起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 要把它合理正當 尤其由國家的法令 來認可 它的時候 我們覺得會有價值 混亂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是 站在一個性行為 究竟要不要去傳播 是不是人民都應該 接受這樣子的傳播 但是我們在傳播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給它定位 第三個的婚姻制度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是屬於一個 它過去已經是屬於 異性戀的範圍 它不是屬於 平等自由 人權的範圍 應該這個人權的問題 我請問如果 我們這個人權是說有 那請問我們在所有的 你看 我們如果亂人的 要不要承認它 我們父跟女要成家 也有人權 人格自由 是不是有師生戀 32歲的女老師 要跟12歲的男同學 男學生他教導了 要結婚 他有沒有人權 他應該也有平等權 他要有人權 可是這些我們給他了 那戀童癖的一個 72歲的老翁 他要跟8歲的男童 他要結婚 我們同意他 那他有沒有權利 所以澳洲現在這個 居然有法官說 亂人OK的 因為他這個 他說他想 他指的就是說 既然同性戀是可以的 那麼亂人為什麼不可以 他覺得亂人比同性戀更自然 所以我們的 如果一個口徑開放了以後 我們將來就可能有問題 你看現在瑞士已經提出來了 瑞士法 已經有國會議員說 我們要開放亂人 因為你同性戀都可以 所以這個都有新聞報道 各位可以查閱 所以我們覺得說 在這個異性戀者 我們要保護一塊乾淨的領域 讓這些異性戀者 他繼續繼續的 如果你會做一個選擇 如果有些外面 我們不是說 我們把同志貶損他 我們其實朋友很多 我們都尊重 但是如果說他有個行為 是不一定恰當的 但是你一定要來侵犯到 人家好好的這塊領域 是不是符合道德跟平等的原則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研究一下 那麼婚姻制度 我們現在看到 它是一定屬於一種制度性的保障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制度性保障裡面 其實有講到很多 那麼我們當然請問一下 心理的認同 我們能夠作為一個性別的依據嗎 婚姻裡面如果說包括了同性 我們今天的要解決的就是說 我們兩性究竟 剛剛講的我們的孫律師有講到 客觀的認定還是心理認定可以 如果我們今天同意心理 你覺得你是男生 你決定你是女生就可以的話 這個的後遺症 那就問題就很大了 因為你內在的心理世界沒有人知道的 如果男生 他說我今天就是女生 所以他跑到女生厕所去站缸了 他跑到女生的大眾室去泡湯了 然後你們不能抓他 因為那是我的權益 那麼可不可以 那麼今天如果說號稱到這樣子 如果那我們社會秩序妨礙風化 如果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等 我們是不是都有問題了 那我今天可以講我不要納稅 我不要服兵役 因為我今天覺得我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心理認同 因為心理認同你可以嗎 這都是權益啊 如果心理認同的東西 你可以改變一個客觀生理上的問題 那麼心理的東西那就變化莫測了 你看看我們在現在連小學的幼稚園 都開始教性別平等 我覺得為什麼拿性別平等跟 性別平等跟同志這個畫上等號 性別平等跟同志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性別平等它叫你尊重異性 尊重你不同的性別 現在性別多元性別 其實沒有得到一個客觀的根據 並沒有客觀的根據 都是部分的學者 有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但是並不具有 並不具有真正的適當性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討論的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行為是可以得到認可的話 你知道我們在加州可以看到 2004203的時候 他就發現性行為的 你如果同意的話 2005到2009年的調查 他認同自己是性同志 而且認同自己是可以產生 這個認同自己性別有錯亂的 他增加了50%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有擴散性的 再來就講到收養制度 雖然把孩子的權益放在第一位 但是我們覺得收養制度是有問題 因為孩子都希望知道他自己的爸媽是誰 你看看我們是不是都有千里尋母記 他去找他媽媽 因為他很想知道我的生母 生父是誰 我們如果說開放任意任養的話 孩子的心理在哪裡 如果你有沒有把孩子的權益放在第一位 我覺得那裡面人倫的崩解 請問 我們今天把男女性別都改掉 我們整個的社會道德價值還有在嗎 你今天你父母都已經變了 叫雙親一雙親二 請問 我們已經在這個法律看到 那你以後 我跟你講 只要有 你把稱位改了 稱位改了 裡面的就是 備份沒有了 備份沒有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倫 包括孝道 我們從孝替中信 禮義廉恥 開始的這個東西 就崩解了 我們中華民族 最可貴的就是孝道 因為孝道才能夠生孩子 才有這些所有的倫常 到後面禮義廉恥 最後全部都不講的時候 就變成無恥的國度了 這不是一個 這是一個我們中華文化一個傳統的這樣子 所以同性婚姻議題跟性別是沒有關的 那從同性成家與收養破壞中華傳統 倫理道德當中 我覺得是不利於下一代的教育 不利於我們的子孫 一個害 孩子的愛也在中間殘破了 所以影響到我們的身心發展 所以我們覺得 在一個人倫崩解面臨到這樣子一個 我們已經盡量去維護傳統婚姻的價值的時候 我們如果還有這樣子的行為 我們並不是不尊重統治 我們尊重的 但是人格權尊重 人格權永遠是尊重的 但是行為我們要表達 我們有言論自由 但是對於行為擴展 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分享到這裡 好 我們謝謝張秘書長 那下一位我們請陳昭如教授 他是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的教授 那這個憲法模擬法庭第二號判決的 憲法法庭的大法官 由委員 政委員 以及在座的政府代表 還有所有的與會者大家好 那麼我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出席這個公廳會 以一個法學研究者的身份 跟模擬憲法法庭的大法官的身份 那麼作為一個台灣法律歷史的研究者 跟一個女性主義法學的研究者 我看到在我們過往的法律的修正的歷史 是一個不斷追求平等 反省歧視的歷史 而我也一再地看到 我們的法務部 在這個人們追求平等 跟反省歧視的過程當中 經常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扮演主力的角色 但是在後來 會因為公民社會的壓力 以及他們開始真正認同 我們憲法所保障的平等的價值 而有所改變 所以我也期待我們的法務部 在未來能夠從主力變成追求平等的助力 那麼今天的公廳會的這個提綱 是要討論同性婚姻 跟這個同志收養的這個權利 跟憲法平等權的關係 那麼我們也都知道 今天我們之所以會在這邊開這個公廳會 同時也不是立法院 第一次開這個公廳會 是因為這個議題在這個社會當中 有高度的爭議性 那也因為這個議題有高度的爭議性 前道法官許玉秀 因此籌辦了模擬憲法法庭的活動 希望能夠從憲法的角度 來為我們現在這個議題的爭辯 提供一個理性思辨的空間 跟一個共識形成的可能 那麼這個這個模擬憲法法庭 是由李念祖律師擔任審判長 那麼在參與的這個大法官 有少數是對於這個議題 已經有一個這個支持跟反對的立場 但是絕大多數的大法官 都是對這個議題沒有預先的立場 那麼我們在聽取了這個支持跟反對方的這個 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之後 在幾週內密集的開會 然後做成這個民法實質限制同性之間 締結婚姻跟收養子女違憲的結論 那麼在此我藉此機會 將模擬憲法法庭的解釋文理由書 以及意見書 提供給貴院作為一個審議的參考 那麼由於這個今天的公議會的主題 是集中在這個平等權 因此我底下的發言 也就著重在關於這個議題的這個 平等權的思考上面 那麼我們當然知道說 這個核線性的這個審查 本來就不是只有在法律制定之後 才需要加以思考 立法者本來就有依據憲法的意思 來制定修正法律的義務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 目前我們在立法院所要審議的這個法案 它到底是不是符合憲法平等人的這個要求 那麼這個相關的議題非常的繁多 那麼也有一些 剛剛也有這個語會者指出說 現行法已經對於同志的權利在 以家屬的身份跟在其他的法律上面 已經有所保障 但是我們在模擬憲法法庭的判決當中 也指出 由於細徵的是基於配偶的身份 而產生的權利 因此這當然跟基於家屬的身份 所產生的權利是不同的 因此在這邊也必須要加以說明 那麼我以下的討論分兩點來說明 一個是關於婚姻 另外一個是關於收養 首先第一個關於這個婚姻 到底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這樣子來問 到底婚姻限制為一男一女 它是不是一種違反憲法平等保障的規定 那麼我認為是的 因為這樣子的限制 它是一種性別歧視 它創造了一個群體 也就是同志群體的四等公民的地位 剛剛有幾位這個發言人一再的強調 我們的憲法平等權的要求 是要求等者等之 不等者不等之 因此我們在此必須要去思考的是 是否存在有事物本質的不同 那麼因此應該要給予不同的對待 那麼關於這樣子的一個平等權的思考 首先在某女憲法法庭的判決當中 已經指出 論者所指稱的這個婚姻 有所謂的繁衍生育的這個功能 並非憲法保障婚姻權的一個目的 同時以此為目的來去 將婚姻限為這個一男一女 也不符合手段目的關聯的關係 那同時我也要進一步指出的是 所謂的等者等之跟不等者不等之的 這種審查公式 早就被諸多憲法學者批評為 是一個空洞無用的公式 甚且我們的前大法官林子儀 在釋字第571號解釋的駐六當中 也已經明白指出這個公式的無用性 那麼所以如果這樣子來想的話 我們可以去想到的是 在過去許多歧視女性的規定 不就都是在說因為男女有別 所以應該給女人這樣子的待遇嗎 而過去人們也認為這是非常的理所當然 換句話說 所謂的依事物之本質而為不同的處理 經常是被拿來作為一種正當化 可以予以歧視性待遇的理由 如果我們從現在去看過去 過去那種理所當然認為男女有別 所以該怎麼樣該怎麼樣的這種 以差異來歧視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那麼我們現在也可以來思考這個問題 那就是以同志跟異性戀有別 來否定同志有選擇婚姻的可能 是不是也是以差異來正當化其次 曾然有的同性伴侶想要結婚 有的同性伴侶不想要結婚 有的異性戀伴侶想結婚 有的異性戀伴侶不想結婚 他們的差別是前者一概被不允許結婚 後者一概被允許而且被期待應該結婚 那麼我想我們要想的問題是 否定同性有組成婚姻的可能 維持婚姻是個一男一女的組成 就是構成一種刻板的性別角色 男人應如何女人應該如何的一種秩序的安排 婚姻一定是由夫跟妻所組成的 一旦進入婚姻就必須扮演夫跟妻的角色 我們的大法官在認定子女侵權的行使父親優先的 四字第365號解釋當中 就隱含了否定父親比較適合行使侵權的 這種性別刻板角色的意志 我們的大法官在四字第452號解釋 認定丈夫的住所指定權違憲的這號解釋當中 也同樣否定七重夫妻的夫妻性別角色安排是核限的 那麼換句話說 把婚姻限制為是一男一女以夫妻角色的扮演 他就是一種夫妻性別角色的這種歧視 那麼這是我想第一個 就這個婚姻限一男一女是否核限的結論 就是他構成一種所謂的性別歧視 那麼第二個 剛剛論者也一再講到說 我們的大法官不是一再的提出所謂的婚姻 一夫一妻的婚姻應該受到制度性的保障嗎 沒有錯從四字第242號解釋開始 我們的大法官就陸續的在幾號解釋當中 說婚姻家庭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 受到憲法的制度性保障 那麼也基於這個大法官的這個看法 那麼有的人就會認為說 所以這個是一個憲法制度性保障的要求 當然沒有違憲 但是如果我們考察制度性保障這個概念的話 會發現這是一個引用德國法而發展出來的一種看法 德國法為什麼對於婚姻有一個制度性保障的這個看法 是因為德國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國家秩序應該給予婚姻家庭特殊保護 但是我國憲法並沒有這個規定 換句話說這個所謂的一夫一妻的制度性的保障 是我們的大法官所發展出來的 不是憲法所明定的 而這個概念的核心的意涵是什麼 這個概念的原初的核心意涵 是要維持某種在憲法存在以前的既有的秩序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概念的功能是在維持某種的既有秩序 那麼我想我們必須要去追問的是 如果有一個既有的秩序是一個歧視的話 為什麼應該繼續維持 而不是去秉持憲法的價值來把它修正 而既然這個制度並非如德國憲法一樣 是由憲法所明定的 那麼這個制度保障已經不合時期或者有瑕疵的話 當然不應該繼續引用 當然應該要修正過去的錯誤 那麼人們會說 大法官怎麼可以去違反過去的這個解釋 那我們必須要說 為了追求憲法所保障的價值 去承認過去的錯誤 是一個憲法守護者 捍衛憲法的表現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說 種族隔離政策是隔離但是平等 但是將近60年之後 他們推翻過去的決定說 隔離就不可能平等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曾經說 處罰同性性交 用刑法處罰同性性交的性被鬼法 是核限的 在17年之後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改變見解 說 處罰同性性交的這個刑法是違憲的 而且在判決裡面明白的表示說 當年的那個決定 在做成的時候是錯的 在今天也是錯的 因此今天要去推翻他 好 那麼因此我想在此強調的就是 如果過去的這個 這個 所堅持的這種一夫一妻的 婚姻的制度性的保障 是一種性別歧視的話 為了捍衛憲法的價值 當然應該要採取 符合憲法意志的這個做法 而予以修正之 而現在就是一個 落實憲法這個要求的時候 那麼再接下來我想要談的是 這個 目前我們的這個民法 把共同收養人限於夫妻 也把寄親收養人限於夫妻 所以非夫妻不能共同收養 非夫妻也不能寄親收養 所以這是一個 關於這個配偶身份的問題 那麼這到底是不是違反 憲法平等的這個保障 那麼我想這個問題牽涉到我們的民法 特別是未成年的收養制度 他是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作為判準 所以合法的夫妻也不一定能夠共同收養 他也不一定能夠寄親收養 一切都細諸於他是不是符合 子女的最佳利益 所以支持或反對同性伴侶 共同收養或寄親收養的人 其實都共同同意子女利益是重要的 那差別在於支持的認為 這個不違反子女最佳利益 而反對的人則認為這個違反子女最佳利益 那麼我想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排除一個特定群體的收養資格 就是認為他本質上就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那麼這樣子的一種 這個排除 就我們的現行法來看 事實上也可能是沒有道理的 譬如說我們的現行法 事實上是允許單親收養 我們的現行法也不強制有子女的人 他結婚的時候 另外一方一定要收養這個子女 換句話說 事實上我們的現行法已經承認 單親或者是有配偶 可是配偶不是子女的父母 也不必然違反子女的最佳利益 因此現行法的意思其實是 我們不能夠僅依據收養人的婚姻狀態 就直接導出他是不是符合子女最佳利益的結論 那麼至於個案的收養是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交由法院來認定 那麼我們先不管法院 射封機構或者是出養機構 可能在認定子女最佳利益的時候 內簽的對於特定群體的歧視 在立法上範疇性的去排除特定群體 透過跟共同收養建立親子關係的可能性 就是認為他們是比較不適格的 不只認為這個遇收養的人是不適格的 也認為這個已經實際上建立親子關係的子女 是不受法律保障的次等群體 換句話說這是在立法上面標舉子女最佳利益 所以採取一個可能有損子女最佳利益的制度設計 創造兩種次等公民的這種立法 當然是不平等 因此基於這兩種這個 對於憲法平等的思考 我認為就今天我們所要討論這兩個議題 現行法的規定都不符合憲法平等權的要求 謝謝 我們謝謝陳扎如教授 那今天剛剛其實有段宜康委員 還有蕭美琴委員都到場來表示關心 那接著我們請曾立軍委員發言 主席大家好 非常感謝今天的這個公聽會 那麼去年的10月 對 由本席所代表辦旅盟所提出來的婚姻平權法案 正式一讀附委 那麼但是朝安一直在冰箱裡面封存 將至今將近一年 那我非常感謝 謝謝趙偉在各方的壓力之下 特別安排今天的公聽會 那麼也感謝各位與會人士提供的 法律專業的意見 身為提案委員 今天我在這裡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所提出來的這一次修法的核心價值 就是打破歧視 恐同正是社會歧視的來源 那麼法律的不平等正是對這種歧視的一種制度性的鞏固 如果沒有打破歧視 美國到現在還會有黑奴 如果沒有打破歧視 澳洲的原住民恐怕還不能投票 如果沒有打破歧視 婦女到現在還不能參政 本席也不會站在這裡 那麼沒有人天生就該被剝奪 他該和其他人平等享有的權利 如果我們沒有勇氣打破各種形式的歧視 而以差異來正當化這樣的歧視 那麼每個人都有機會在不同的時代 因為各種形式的差異而受害 今天我們聚在這裡來討論說 該不該給予同志朋友結婚的權利 我感到非常的不安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威權 不是我們來討論該不該給予他們這種權利 而是我們應該在這裡反省 為什麼過去跟現在的法律 讓這些社會成員被剝奪了 這樣子該享有的權利 而來承受莫大的社會歧視 即使修法成功 我認為這也不代表法律今天合法化 或給了他這項權利 而是還給他因為差異而被剝奪的這個權利 我要再問一個問題 誰有資格來剝奪別人結婚的權利 研究指出說有將近一成的人口是同志 但是我要說就算只有一個人 他也不該被剝奪 他結婚的權利 因為這裡是台灣 這裡相信人權 這裡相信平等 我結婚了 我很不忍心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 更不明白為什麼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 我有了孩子 我也希望收養撫養孩子 不應該有性別差異 希望孩子跟撫養者都受到法律的保障 我有了孩子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將來的性情相是什麼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成長在一個自由 平等不互相歧視的社會裡面 剛剛有人說同志結婚會傷害國家利益 異性婚姻才能鞏固國家利益 如果國家必須建立在部分成員的痛苦之上 這是我們要的國家嗎 國家不就是因為為了保護成員而存在 如果我們不修法 我認為這是繼續允許 國家對部分的社會成員以法律來進行制度性的歧視 以法律來鞏固不該存在的社會歧視 修法其實也不必然會完全消除這樣的歧視 但是我相信修法可以大幅降低社會歧視的繼續被複製 有了結婚的權利 同性或跨性的朋友 他也不一定必然要結婚 但是這是他本來就該擁有的一個選擇權 那麼去年11月我們也曾經舉辦過公聽會 我們希望讓支持跟反對的聲音 可以來理性的辯論 那麼但是我們也知道 也感受到幾個月來反對者的聲音 一直在誤解 在這個甚至抹黑 這個不同意見的朋友 我們很懇切的希望說大家能夠回歸一個真誠的溝通 回到基本議題的討論 那麼來討論何謂婚姻 何謂家庭 每個人不論性傾向為何 是否都該擁有結婚跟組成家庭的選擇權 這個家庭是不是應該涵養撫養孩子 如何給予同志跟跨性的朋友 在締結婚姻組織家庭繼承權 以及緊急醫療救護同意權等 更平等的制度性保障 那麼我很希望說 所有的反對者不要再以人身攻擊的語言 來降低這個討論的品質 我非常高興今天有許多法律專業的意見提出來 那麼我們也期待這些朋友不要再打電話 到我們招委的辦公室 因為我們希望讓這樣的一個理性的討論 可以繼續來進行 那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每一次修法前 我都會反覆的問自己說 我提出的法案保障了誰的權益 是不是可以增進公共利益 是不是符合社會公平正義 是不是在這個法之前 就如同一個球體一樣 上面的每一點距離原心 都是平等的距離 我們都被平等的對待 婚姻平權法案我認為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思辨過程之後 我們所提出來的法案 完全是一個以平權出發 反歧視的一個法案 我們認為成家 就是一個自然的生命歷程 一個人想要結婚 不需要其他人的同意 跟相愛的另一半彼此承諾 是在自然不過的事情 那麼就在我們討論婚姻平權法案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世界上有15個國家通過了同性婚姻 那麼最近又多了一個盧森堡 那麼最近我也看到南韓的首爾市長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希望韓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制婚姻合法的國家 我們也看到越南也正在討論婚姻平權的議題 我們希望台灣我們作為一個亞洲民主的奇蹟 我們能夠盡數有一天也能夠升列這樣的一個進步的行列 更希望可以比他們快一點 成為亞洲第一個讓婚姻平權落實的國家 其實台灣的社會一點一滴的在進步 同志大遊行一年一年的舉辦 婚姻平權的價值其實是被多數的社會成員所接受的 所生根的 但是這個法律必須像過去的歷史一樣要跟上來 在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三讀通過 裡面明定學校應該要尊重學生跟教職員工的性別特質跟性傾向 所以剛剛有朋友說 憲法所宣稱的性別平等原則不應該涵蓋性傾向 那我要問為什麼我們會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 我們在2008年也修正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 我們再一次宣稱 我們再一次宣示職場因為員工的不同性傾向 必須不能給予差別待遇 這個已經在我們法律裡面成熟 而且被履行的一個重要的平等的概念 沒有道理不能適用在婚姻的權利上面 所以我們期待婚姻平權 是台灣社會我們在持續進步的過程當中的下一個里程碑 我也相信它會是一個歷史性的進程 那麼我想我們必須要體認 我知道有反對的朋友一直說 你尊重同性戀 但是我必須說不論你口說多少次的尊重 如果沒有用法律立法保障 那麼這個終將淪為空談 所以我想我們進入的是一個最關鍵的一理路 就是透過法律來真正落實這種對不同性差異者的尊重 來破除這樣的一種社會的歧視 那我也必須說 我們面對反對的意見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反對者的言論自由 但是這不能夠阻止你所反對著跟你享有結婚平等的權利 那麼這個就是民主 如果婚姻平權不能落實 那麼台灣的民主會缺了一大腳 不是真正的民主 那麼所以我身為立法委員 我相信法律我相信修法才有真正的平等 那麼我們希望說 同志運動努力了十多年的成果 最後能夠在這一屆的立法院 在這個修法的這個里程碑上 能夠劃下一個時代的一個進程 那我們也期待說這個婚姻平權的法案 不是只有召開公聽會 是不是能夠真正在國會殿堂裡面 正式的來審議 我們進入法條正式的來討論 謝謝 謝謝鄭委員 他從今天一早就一直在我們的會場 好那下一位我們請許秀文許律師 他是台灣辦理權益推動聯盟的執行長 同時也是同系婚姻訴訟的律師 主席然後大家好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在場 不論是接近的立場 或者是相反的立場的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其實非常差異的看到就是法務部 終於第一次從所謂的客觀中立沒有立場 提出了一份意見書 那當然我想法務部的代表 現在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機會來陳述這個意見 不過我想先做幾個非常快速的回應 第一個法務部認為說 現行的這個民法 只限異性的這個夫妻締結 同性伴侶的家庭身份關係 未受民法的保障 認為呢 沒有就是違憲之餘 主要的理由是認為說 這個屬於立法者 享有立法行程裁量餘地的一個事項 所以認為這個是合憲的 我想請問法務部 我想你們都知道 民法是什麼時候制定的 是民國19年 民國19年 1930年 1930年的時候的立法者 在做民法的婚姻跟家庭章的相關的 這個立法的時候 他曾經看見同性戀嗎 他曾經看見多元性別 曾經思考過 或知悉有同志 有結婚的需求和渴望嗎 我相信這個立法裁量的過程 是完全沒有看見同性戀的 同性戀在世界的這個醫療史上 精神醫學史上 一直要到四十幾年後 也就是1973年之後 才被除病化 一直到1990年 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的 把同性戀除病化 換句話說 在我們的立法者 進行當初民法婚姻家庭的 制度設計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做過這個裁量 當時的同性戀 因為偏見 因為過去醫學的不進步 根本被認為是一種偏差跟疾病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以立法裁量來作為和限的理由 我想是相當不妥的 那第二個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法務部認為呢 如果現在就修民法 把同性婚姻 就婚姻平權納入這個民法 會衝擊現有婚姻制度 衝擊現有婚姻制度 是一個反對的理由嗎 我們要有我們的公務員 要有我們的行政體系 不就是為了 要能夠因應社會變遷 跟社會公民的需求嗎 這個衝擊是不能解決的嗎 只因為配套措施 需要修改其他的法條 等等的用語 所以就認為 現在不宜實施嗎 我想這真的都是非常過於 便宜行事的一種論理 而且完全沒有辦法說服別人 我更要問的是 現行法不承認同性伴侶的身份關係 你們有看見過 這些同性伴侶的社會生活 法律生活所受的衝擊嗎 作為一個律師 我每一天都會接到 各式各樣的同志伴侶 來詢問我 他們遺囑要怎麼訂立 才能夠保障他另一半的財產 我要跟他們解釋 特留份是什麼 遺囑要怎麼訂 他們要共同致產 要貸款 想要共同登記為所有權人 會面臨貸款銀行 或者公務機關 等等各式各樣 不依而足的各種刁難 規定的限制 以至於他們的財產 必須做複雜的安排 他們的贈語 他們如果有一方淬事 另一方只是拿回自己的財產 會被告詐欺 偽造文書侵佔 你們想過 這是什麼樣的衝擊嗎 再來 我看到更荒謬的是 法務部說 同性婚姻 因先凝聚社會共識 法務部 你記不記得 自己在審查 兩公約的國家報告的時候 邀請了十位的國際人權專家 來台灣 這十位國際人權專家 他們在結論性建議裡面說了 同性婚姻要不要合法化 同性伴侶身份關係要不要受保障 不應取決於公眾意見 因為實現公民的基本人權 是國家不容推卸的義務 我希望你們記住這句話 我希望你們把這一份稿子翻譯 在下一次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的時候 呈給我們的國際人權委員 我非常想知道他們的評論是什麼 並且也請你們解釋 為什麼這一次 今年的CEDALE的國際人權委員 也同樣做出應該修改民法 應該保障同性的多元家庭的 這樣子的結論 如果這些權力不是人權 如果這些權力不是人權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自己邀請來的國際人權專家 會不約而同的做成這樣的結論呢 我們非常非常地好奇 人權是什麼 有人說普世人權必須是什麼 必須是大家都承認的 然後現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的國家 承認同性婚姻 因此這還不是一個普世人權 我沒有聽過普世人權是這樣定義的 什麼叫普世人權 什麼叫普世價值 我們知道生命權是一個普世人權 我們知道有些國家用酷刑 或者是剝奪生命的這種死刑的方式 所以造成了對於生命權的可能的侵害 因此得到了很多的關注和討論 必須要說沒有人因此否定 生命權是一個基本人權 我們知道教育權是基本人權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男性和女性 城鄉各種差距 使得教育權的實現或受重視的狀況 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區 它被實現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沒有聽過有人否定教育權 受教權是一種基本人權 是一種普世人權 所以我請各位讀法律的同僚們 真的好好的回去 了解一下什麼叫普世人權 什麼叫基本人權 再來 我想要回應幾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法務部作為法務主管機關 說呢 鄭麗君委員提案的這個 伴侶盟草擬的版本說 配偶的受胎 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 這個推定為婚生子女 是違背了什麼呢 違背了自然 事理的本質 那事實上這一條本來就是用在 配偶的受胎就是指 女女的同性婚姻間 藉由人工生殖的這個受胎的狀況 我必須提醒法務部 人工生殖法對於不孕的受數夫妻 他們就是借經然後生子 其實人工生殖法就是直接 視為是在婚姻中出生的 那我想既然都有這樣子的先例 我認為法務部要理解這一個條文 應該沒有那麼困難才對 那再來法務部非常好心的 列出了一些迂迴的方式 認為可以保障同性伴侶 或者曾品賢教授今天也提了家屬 這個規定 認為同志伴侶可以藉由家屬的規定 來取得這些相關的保障 我的回應只有一個 如果這些保障是充分的 我們為什麼不廢除異性戀婚姻呢 我們為什麼不讓異性的配偶 通通就尋求這些保障 個別化的來保障他們的權利就好了呢 答案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如果今天在場的各位認為家庭是有功能的 家庭是好的 是有某些價值是可以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的 這麼好的制度 對社會這麼有益的東西 而你說不准同志伴侶進入 你告訴我你愛同志 你告訴我你尊重同志 你告訴我你沒有把同志當作次等公民 請問誰會相信 我另外要回應幾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在今天來的路上在大門口看到 其實在我們今天公聽會開的時候 外面有一群人 他們舉著為下一代的幸福站出來 然後有演講的人正在演講 他們反對這個法案的通過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我們不能讓孩子在不正常的家庭長大 在不正常的家庭長大 孩子不可能長得好 因為我要趕來參加這個公聽會 我沒有辦法聽完它的全程 但我認為這句話已經相當程度的摘要了 大部分的反對者內心的真心話 我感謝今天在外面公聽會發言的這位人士 這麼不假修士的說出了非常多反對者 內心真正的想法 但我們要知道 認為同性戀不正常 認為同性關係不正常 已經被科學證明是一種偏見了 現在就是我們矯正偏見的時候了 不能因為你不喜歡 不能因為你認為別人的這個選擇是不好的 所以你就要剝奪人家的基本人權 性別當然是一種認同的問題 剛剛護家蒙的秘書長說 我可不可以不認同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我不要納稅等等 可以啊你可以放棄國籍 但是如果你有中華民國來源的所得 你還是要納稅 還是要依相關的東西 國籍也是認同 可不可以用公民表決的方式 公民投票來決定同性可不可以結婚呢 如果是國家認同的議題的話 從二戰之後 我想大多數的這個國際人權法 都提到了民族自覺 公民投票 各種牽涉到國家認同議題的 這一個討論 但是我要說的是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一個人 他要經營他個人的家庭生活 這件事情 牽涉的是這個人 他的人格自主 以及他怎麼樣開展他的社會關係 有沒有任何的異性戀 會因為同性可以結婚 變得不能結婚 或者他的權利 他的福利 會因而減少 或者他會受到什麼樣的損害 我想不出來 有任何具體的損害 或許有人說 我們會傳遞給下一代錯誤的性別觀 因為同性可以結婚 我們會傳遞給下一代錯誤的性別觀 那我想問的就是 什麼是正確的性別觀 如果你認為正確的性別觀就是 男生必須像男生 女生必須像女生 男生只能愛男 男生只能愛女生 女生只能愛男生 好 如果是這樣的一種 非常自視的 單一的一個 配對跟角色關係的話 我必須要說 這是一個應該要被淘汰的性別科版觀念 講到這裡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很多時候要面對偏見 面對秩序的改變 當然會有非常多的恐懼 但是我認為 面對恐懼 是讓我們的社會 可以更平等更美好的開始 謝謝 我也要送給法務部一張我們的貼紙 上面寫《孔同違憲》 謝謝 我們今天的公聽會 我們會一直到 就是 到全部發言完畢 好 那下一位我們請 請韓玉傑副教授 她是玉達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的教授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 各位與會的 的朋友大家好 我很高興今天 有機會來參加這樣子的公聽會 首先講到法律的功能 法律有至少有以下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 定份指針 維護社會秩序 第二個 導引社會的走向 就是我們以前講的超權力法 其他的功能我就不講了 現在我們的民法制定在民國十九年 陸陸續續制定了 當時沒有中華民國憲法 根本沒有違憲審查這件事 立法者 立法的時候 也早就知道中華民國 中國古代就已經有了同性戀 有一句成語叫做斷袖之辟 我們有一位軍王 某個朝代的那個軍王 他有斷袖之辟 立法者 我國的立法者也不至於這麼無知 再講一句 民國三十五年制定憲法以後 後來我們成立了大法官會議之後 開始違憲審查之後 民法這個問題也沒被挑戰 然後 到了我們親屬繼承篇 九十七年九十八年的最後一次修正 也都還沒有 去針對這個問題 去決定要不要修法 問題存在很久了 我剛剛講這個 不是說我 不贊成 這個同性結婚 也不代表我贊成同性結婚 是要提醒大家去思考一個 我們立法 法律它的作用 還有立法要怎麼立 那麼法律的行程 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 法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制度 當社會需要 擬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自然它就會形成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如果重要到需要 用法律去保障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立法 其實法律這種制度 也是社會需要產生的 在原始人社會裡面沒有法律 後來大家發現 光靠打架 靠武力解決不了問題 慢慢社會進化了 法律產生了 所以 法律是要滿足社會的需要 那今天社會的需要 少數人也有少數人的需要 少數族群也是一個社會 多數人也是一個 多數人的社會 那一個法律通行於全國 它需要滿足多少人的需要 要到什麼程度 如果說 有一個議題 有一個議題 一個人結婚 不需要經過他人同意 這個議題丟出來 這就是你相信的價值觀 我要跟我妹妹結婚 民法983條為什麼不准 民法983違憲 有沒有兄妹結婚的 有沒有 哥哥死了以後 嫂嫂嫁給弟弟的 有沒有爸爸死了 媽媽嫁給兒子的 在中國古代社會 在我們台灣日據時代 甚至我們台灣光復以後 這些都有 這些制度都曾經是在我們人類社會存在過的 而且是當時現行有效的法律 法律制度 社會制度 可是今天我們不可以了 在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的法律社會 法律規定也不可以了 好 我的小結論 各位社會在變遷 社會需要也在變遷 法律制度 因此 要隨著變遷 可是 是不是 一定要滿足每一個人的需要 這就涉及到了 剛剛所說到的 立法者有沒有 形成立法的空間 如果說 同性戀是普世價值 不是同性戀 就是異性結婚的權利 異性收養 就是同性收養 同性結婚的權利 這個是普世價值的話 我相信全世界 民主法治的國家 現在至少有一大半 是有這樣子的規定的 我不要講全世界 拿美國來說 在座的各位 你不否認美國是民主 一般認為的民主國家吧 美國現在有幾個州的法律 規定 是異性的婚姻合法化 然後異性收養子女的合法化 還是全美都是如此 還是只有少數州 我們亞洲有幾個國家 現在 我們 要修改民法 親屬篇跟繼承篇 我認為 回到我剛剛 一開始報告的前提 法律的功能 跟法律的行程 今天你要修法 立法也好修法也好 我們 在立法政策上 有三個特性要考慮 第一個正義性 也就是正當性 第二個叫做和目的性 第三個叫做有效性 當考慮這個時候 我剛剛 其實 針對之前的發言 我沒有任何的評論 我要講 請問你對婚姻的定義 你是怎麼下的 你對家的定義是怎麼下的 你是怎麼去定義 什麼叫做父母子女 你問十個人 十個人的講法不一樣 你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去立一個法嗎 你是立法者 你告訴我 十個人的講法不一樣 我要怎麼從這十個人 裡面去找出 最大公約數 是不是我們要找最大公約數 我能立一個法 滿足十個人你的需要 不可能 為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本來就是如此 所以 當你告訴我說 反衍生育 不是一個婚姻制度 應該去考慮的因子的時候 就我個人而言 我不能接受 我就說你怎麼去定義 何謂婚姻嘛 對不對 我們要這個婚姻制度做什麼 還有 我們民法親屬篇 不是光只有定婚姻這一個章節 我們有定家 有定父母子女 當我把父母改為雙親 當我把我的這一個 主父母改成 雙親之二親等 直系寫親 尊親屬的時候 以後我不曉得該怎麼 就我個人而言 我的法感情而言 我不曉得我要怎麼樣 教我的小孩 還有以後我的 這一個孫子孫女 叫我雙親等 雙親之二親等 直系寫親尊親屬的時候 他不叫我阿公的時候 我想我會崩潰 那因為法律 我剛剛講導引社會的功能 規範社會 定份指針的功能 這是一件要考慮的事情 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 但是 要不要把其他 現在已經安定在法社會 法秩序之下的這些人的 稱謂倫理關係等等 很多的價值觀 卻把它給撼動掉了 要不要去做這一種 解構的動作 各種角色的期許 被解構了 要不要 這麼大的代價 你可以去保障 異性 同性戀 同性戀 同性這個 這個戀人的 他的婚姻 你也可以保障 他可以收養 可是 婚姻我同意 就我個人而言 我對收養這件事 我有很大的疑慮在 如果我是小孩 我今天告訴各位 如果我是小孩 我是一個孤兒 今天有人要收養我 如果是一個同性戀者 要收養我 如果我還 要問我的意思的話 我一定不要 我不想讓人家問 你的爸爸是誰 你的媽媽是誰 你怎麼會有兩個爸爸 就我個人而言 那 我剛剛看到很溫馨的畫面 那樣的同性戀者 他也可以 教養這麼好的小孩 而且有這麼溫馨的家庭生活 但是不表示這個孩子 將來到了學校去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 他不會被人家嘲笑 他不會被人家欺負 他不會內心有衝突 異性戀的婚姻裡面 這個父母子女 把小孩教不好的太多了 其實我覺得 孩子教得好不好 跟同性戀 異性戀 跟同性父母 異性父母 一點關係沒有 但是 人是社會的動物 你的孩子進到了社會去 去了小學 去了大學 中學一直一路成長 他要去獨立承受 他在外面受到的 是你不能理解的 有一天他不說話了 回來你問他 他不告訴你為什麼了 所以這個 在收養這部分 我有很大的疑慮 那麼 最後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 同性戀者 就是同性的這個愛人們 你們 為什麼說 我的 女女戀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們說 我跟我的老婆 你們兩個之間 為什麼還有 夫跟妻的角色分別呢 你們自己不也在掉在 以前夫妻的價值觀裡面嗎 相愛 你可以不要管誰是夫 誰是妻 勇敢的女學愛 為什麼你還要打扮成中性呢 你的另外一半要打扮成女性呢 那為什麼有的男生 明明你們是男男戀 除非你是自己喜歡 這是出自於你 發自於你自然的你的穿著 但是我有很多 同性戀的戀的朋友 同性戀的這個朋友 其實兩個人 平常都是穿牛仔褲 都是男男戀嘛 但是呢 他為了要凸顯 他是 比較屬於女生的這一個 他是女生的這個角色的 所以他就開始擦香水 就是比較女性化的打扮 我也問他說 你真的很喜歡這樣子嗎 他說不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累 我還是喜歡穿我的牛仔褲 可是這樣人家不曉得 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我說你為什麼要讓人家曉得 我在這邊其實也很若干程度 很想跟同性的這個愛人們說 你不一定要去爭取到 去修正民法 用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我們用定其他的法律 用其他的方式 用修正其他法律方式 能夠同樣能保障你的權利 你把你的這個需要 你的痛苦全部說出來 如果能有別的法律 用別的方式 訂定別的法律 不要去撼動民法 這樣子的根本大法 不要去撼動 這麼受爭議 高度爭議性的 你不要去動一個家 一個婚姻制度 用別的方式能替代 你能不能接受 能夠把你現在的痛苦能解決 還是我一定要求我要結婚 我一定說我要去收養小孩 我覺得立法有無限 有很多很多可以選擇的空間 要選擇對社會傷害最少 而又能夠解決你的問題的方法 這樣子去解決問題 不是很好嗎 不要形成這樣子 兩邊意見的對立 報告完畢 好我們謝謝韓副教授 那下一位我們請李怡清李副教授 他是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習的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學者專家 媒體朋友以及其他來賓大家好 我是一個心理學者 我的研究專長是在性別議題 以及偏見與歧視 根據我的專業 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可以鼓勵願意經營長期關係的同性戀者 也可以協助許多等待社會伸出援手的孩子 學術界對於性取向的研究 使得醫學與心理學專業了解到 人類性行為有很多的樣態 而同性戀性取向不會導致精神疾病 這也促成了許多的專業組織 像是世界衛生組織 美國精神醫學會 美國心理學會 對同性戀的出病化 這顯示有些人認為 同性戀是不正常的 或者是一種精神疾病 是對精神醫學專業 以及心理專業的無知 有些極端的團體 到現在還在鼓勵 還在鼓吹 同性戀是可以改變的 我發現今天公聽會的資料裡面 就有這樣的團體的資料 請問 如果同性戀不是精神疾病 為什麼它要被改變 如果今天有一位異性戀 因為家裡對於性非常的保守 以至於對於性非常的焦慮 請問我們改變他的異性戀嗎 有些人認為 同性戀的研究還不夠多 所以我們不夠了解 其實同性戀出病化以後 已經有上萬筆關於同性戀的研究 這裡面包含心理健康 親密關係 以及家庭功能的研究 國內學者也有開始這方面的研究 主要的這個研究發現 我想提供給修法 或者是立法的參考 應該是在於 這些研究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同性戀者相較於異性戀者 有重大的缺陷 以至於沒有辦法享有這樣的平等權 如果這些研究沒有辦法成立這一點的話 國家對於同性戀者的權益剝奪 就是一種機構的歧視 那我要介紹這方面的研究 把它歸類成四點 第一點 研究發現 無論是亞洲人 華人 白人 黑人 越願意正面肯定自己的同性戀者 心理越健康 第二點 同性戀者經歷社會上許多的偏見與歧視 使得同性戀者遭受不必要的壓力 目前已經有一些國家 或地區 對於同性婚姻合法了 研究也發現 這樣的合法可以彰顯 可以使得同性戀者的身心狀況越好 我相信這是因為它可以彰顯社會 對於同性戀者的友善 White等人在加州三萬多人的研究裡面發現 已婚同性伴侶的心理健康 比未婚同性伴侶還要好 而其中 我特別看了 亞裔的同性戀樣本的反應 跟其他族裔的反應也非常相似 第三點 無論同性戀伴侶跟異性戀 研究發現 同性戀伴侶與異性戀伴侶的關係經營 與家庭經營都非常相似 研究指出理想的親密關係的決定因素 不是伴侶的性別 而是彼此的相似程度 願意為關係的投入程度 與對彼此的信任 這個在台灣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 而在家庭功能中 研究發現同性戀家庭的孩子 跟異性戀家庭的孩子 都能夠知道自己的性別 而且在性取向 男性化與女性化的行為樣態 孩子的思考能力 親子的關係品質 面對挫折時的情緒與行為的調適 都是一樣好的 沒有差異 甚至比起異性戀家庭的孩子 有些研究顯示 同性戀家庭的孩子 比較不會用性別框架來限制自己 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這些親子的研究 地區遍布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丹麥 比利時 荷蘭 澳洲 其中也不乏有亞裔的樣本 這顯示 同性戀者與同性戀的家長 可以充分運用自己的資源 扮演好一個情人與一個家長的角色 同性戀家庭的孩子 可以有健全的發展 認為在同性戀家庭長大的孩子 無法得到良好的同性楷模 或會因此成為同性戀 是不受學界支持的無稽之談 不過有些研究顯示 同性戀家庭的孩子 相對於要花比較多的心力來考慮 是不是要揭露家長的性取向 我想這顯示的是我們社會 對同性戀家庭不夠友善 會因此帶給同性戀家庭 和他們的孩子不必要的負擔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支持應該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原因 因為這樣可以帶給同性戀家庭 更友善的環境 第四點發現 社會上有許多等不到出養機會的孩子 給予同性戀者領養權 可以協助更多需要社會伸出元首的孩子 研究顯示說 在機構長大的孩子 有73%的比例 會缺乏安全感 比較難建立信任持久的關係 這樣的比例相較於 沒有經歷過家庭破碎的孩子 只有15%這樣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而被領養的孩子 這樣的困擾比例 可以大幅降至31% 所以我們應該要提供給孩子 更多獲得領養的權利 研究顯示 男同性戀女同性戀 與異性戀的領養家庭 兒童表現大同小異 所以我們應該要提供給 孩子們更多可以被領養的權利 就應該要提供給同性戀者領養權 孩子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被領養 應該以個案來做決定 而不是以這個整體的 因為是同性戀的這樣子的一個性取向 就被剝奪這個領養的權利 最後我要以一些同性戀家庭 已經成年的孩子公開發表的言論 來做個總結 而且是同性平權運動者 寫了一本書國內也有翻譯 我的兩個媽 在愛爾華 審理同性婚姻的議會上他說 家庭的意義來自於家庭成員彼此承諾 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家庭的意義來自於連結我們彼此的愛 愛爾華在2009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 Jeff Degroot 28歲 法學博士他說 我的媽媽們會打棒球 帶我去健身 就像任何一個男人能做的 我的生命中有非常多的男性楷模 我從沒有因為缺少父親而覺得少了什麼 Daniel Silver 31歲 目前擔任國際救援委員會的資金募捐者 自成在青少年的時候 因為學校的恐龍氛圍而感到困擾 不敢跟媽媽們說 擔心他們會難過 但是他現在成為驕傲的同志家庭孩子 參與Collage Children of Lesbians and Gays Everywhere 議員並成為其紐約分會的會長 他說 能讓更多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無知的偏見者就會減少 Jeff Levy 34歲 共和黨社運人士 相信家庭價值 小政府與他同志母親結婚的權利 他說 我的家庭堅信家庭價值 我在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家庭長大 是讓我成為一個自由的思考者 家庭是照顧你的孩子與尊重彼此 而與你的性取向無關 Abigail Garner 42歲 作家 他後來訪問了成年後的同志家庭孩子 並將自己集結成書Families like mine 他的父親是同性戀 他鼓勵同性戀家長應該以孩子能懂的語言跟孩子溝通 來協助孩子們在孔童的環境中生存 他也說 聽子家想什麼是我家的最大利益 說什麼同性戀家長不應該有孩子 孩子的最大利益應該是在愛與滋養的家庭中成長 且不受政治力的影響 這個名單可以更長更多 如果你對於同性戀家庭與他們的孩子有疑慮 不要自己為他編造什麼悲慘的經歷 去讀讀他們寫的文章以及書 你會了解 理想關係與理想家庭的標準 不是表面的一男一女 而是承諾用心與愛 異性戀者能夠做的 同性戀伴侶也可以做到 那麼同性戀要不要 同性婚姻不應該合法 有人認為同性婚姻不符合傳統的華人文化 但是在100年前的台灣社會 也沒有一夫一妻制啊 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從華人的傳統文化去尋找這個答案 同性婚姻是不是能夠合法 這是我們自己要做決定的 我國同性婚姻合法化與領養權的通過 可以保障願意經營長期關係的同性戀伴侶 提升他們的身心健康 也可以幫助許許多多的孩子 請各位敞開心胸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謝謝